没去沙漠啊 不然的话今天本来准备领达去沙漠上看日 看这个日落来的 是在阿克赛啊 这个地方就是在阿克赛 看 看风大不大 风特别大啊 我可以走上去吗 你可以 九层妖塔的拍摄地说的没错 胆小的都不敢来这啊 走到这一条主街上没事 胆小的进屋可能不太敢 要是晚上的话 晚上的话这个怪兽都还在叫啊 你想晚上在这儿 这个这么宁静的地方 怪兽在叫谁敢在这儿住啊 这上面现在没有人居住啊 那等到忘记的时候 会有紧缺工作人员在这儿住 刚才有个男的在公交站的直播啊 就是我朋友 小镇为什么会消失 因为石油已经枯竭了 所以这个小镇就消失了 但有人说一夜之间消失 我觉得也挺神奇啊 它不是消失了 它是搬走了 看没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拍过这个西风裂 还有声音太惊悚了 屋里面还有机关吗 屋里面没有机关啊 找个房子进去看看 这是在哪啊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是在阿克赛的小镇啊 这是拍的景还是石景啊 这是拍的石景 就是在这儿拍的 能带我们去看看石油机吗 看不到啊 看不到石油机 对是石景 没有雪是因为我没在雪乡 现在不是在新疆 我们在甘肃 从后面那个山 后面那个挡山翻过去以后 就到了那个 就到了哪里呢 就到了 青海了 所以过两天 我们就去青海了 去这个大彩蛋 就是在青海 青海那边海拔 就比这边要高了 现在的话是2800 翻过那个挡金山 挡金山是3800 然后青海湖的海拔高度 大概是3200 所以我可以先在这儿 适应一下 然后再去西 再去西藏 据说西藏三月份的时候 开那个桃花也是非常美的 到时候考虑要不要去一下 所以欢迎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没关注的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一波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进屋里看看可以吗 进屋里啊 进屋的话 我自己不敢进啊 一会儿我看看 找我朋友跟我一块进 幼儿园里看一下 胆太大了 这是哪儿啊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石油小镇的 在石油小镇 对谢谢朋友们 没关注的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 很荒凉 确实有一种很荒凉的感觉 让大家看一下 两个小动物 我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那个两个大动物 又是在幼儿园的门口 问问有没有住在这儿的 我们直播间里面 有没有知道石油小镇 而且住在过这儿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谁胆子那么大呀 大晚上住在这儿啊 去那个骷髅那里啊 骷髅那儿不敢一直直视直播啊 不然的话可能会得到提醒 九层叉塔就是在这儿拍的 路边一个人都没有 好害怕呀 不用害怕啊 这边是个影视基地啊 这个动物都是假的 你怕啥 你住过啊 真的吗 你胆子这么大吗 你们真厉害啊 晚上如果敢住在这儿 我是服了你们 我感觉应该有人曾经在这儿住过啊 有工作人员在这儿住吧 我觉得等到这个夏天忘记的时候 一定会有工作人员在这儿住 我的天呀 这是景区吗 对 这是一个景区 有没有一种拍电影的感觉 没有旅店啊 这儿没有旅店 而旁边的大风沙非常的大 哪个省啊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甘肃省啊 甘肃省九泉 今天不去沙漠 是今天挂大风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儿的风有多大 看到没 看到这大风了吗 所以今天没法去沙漠啊 我要是但凡能去沙漠 一定不会来这儿 但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网红打卡题 我们就来这儿感受一下吧 好不好 活了 这怪事太可怕了 这动物在动 有没有一种拍电影的感觉 朋友们 为什么动物在动 因为插电了啊 对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有人维护 没有人维护的话 这个这边电呀 包括有这个 这些小动物啊 就有红猴啊 在这儿 肯定会有人维护的 它在动啊 是朋友们看到它在动了吗 看到它在动了 我们飘平一波66啊 这是啥 这是一个影视基地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拍摄 是拍摄九层腰塔的这个有视基地 不是九层腰塔里的画面吗 说的没错 摸摸 格格上去 因为插电了 对啊 插电了 所以会动啊 这是一个小动物吗 它叫做红猴 主播快跑 不用害怕 假的怕啥啊 昨天一样 是因为我今天又来这了 今天大风沙 今天没法去沙漠 今天风超级超级的大 不是一般的大 今天蓝色预警啊 所以只能来到这儿 隔个骑上去 胆那么大吗 恐怖 别害怕啊 挺好的 妆感不厚重啊 也不卡粉 说啥呢 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真的了 我想去住上几天 你看 有哪些朋友想来住上几天呢 我们扣波衣 我看看 我看看都是谁胆子那么大 前面有两个人 前面不止两个人 三四个 都是来这儿的游客 来这儿的游客 就你一个人吗 没有好多人呢 给你们看看 看到没 都看到人了 哎呦 我疯太大了 对 谢谢朋友们啊 人好少 感觉好少 拿点食物 给他 看到今天的大风了 站不住的大风 风太大 风沙太大了 对 九层尿草拍摄地 你们知道甘肃的风 有多大了吗 今天人比昨天人多是吧 今天有人来 看起来还挺多的 哎 想看我 我跟大家见面 看到没 知道今天风有多大了吗 超级大啊 没有刮州风那是吧 对 刮州的话是一个风口啊 所以刮州的风也超级的大 口罩戴好 风沙太大啊 怕把格格吹跑了 差不多吧 哎呀 站不住啊 把衣服上的帽子也戴上 好的好的 护目镜了 没有 今天我只戴了墨镜 那墨镜的话呢 是墨镜的话是根本就那个戴不了 因为今天是阴间 还有我 想看沙尘暴的朋友今天可以看了 这就是沙尘暴 墨镜不行啊 根本看不到 根本就看不到 这里有防风凛吗 没有 猪八戒来了 天哪 这是哪啊 你们不是想看沙尘暴吗 我今天给你们剥一剥沙尘暴 所以今天答应大家去看 看看怪事啊 今天答应大家去这个剥 哎我把帽戴一下啊 等我一下 答应大家去剥这个 剥沙漠啊 是实在没有办法去 风太大了 真是没办法 屋里没人住啊 是一个影视基地 看怪兽 我们可以来这看看怪兽 波罗转进小镇 看看那个怪兽 好的没问题啊 哪个城市 我们在甘肃九泉的 这个阿克赛啊 隔个啥时候回 还流浆江开雪啊 冬天的时候回去呗 啊 冬天的时候回去 对在九泉 啊 羡慕姑娘送来的红包啊 后面也有沙漠 后面那不是沙漠 只是这边的山上面没有什么树啊 米亚 你们的 大家不是想看沙尘暴吗 今天我是不是领大家看了一场沙尘暴 我天啊 今天这风是真的很大啊 晚上有红衣服的女子吗 没有哪有这是一个影视基地啊 哥哥为啥一直都在九泉呢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 是准备在给大家直播一段沙漠 因为沙漠的晚霞 沙漠的日落 我们还没有给大家直播到 然后沙漠呢 直播完了以后 要领大家去青海 去这个大柴蛋的翡翠湖去直播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都在九泉 等播完了这个沙漠的所有这个美景以后 我就要到下一站去 春天你不回黑龙江吗 我春天不回黑龙江了 好的期待是吧 所以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各个市民户外主播啊 然后这个今天里呢 来到网红打卡地 感受一下石油小镇 是九层交塔的拍摄地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就答应大家去沙漠上 看晚霞看驼队是一定要去的 只是只是这两天风沙有点大啊 实在没法过去 我们就只能选择在这边做直播了 格格不在雪乡了 对不在雪乡了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怎么又来这直播了 风大呀 Ms.张 沙漠没法做直播 只能来这 你们看看这风有多大 看到没 去九层腰塔看看 这个就是九层腰塔拍摄地 但九层腰塔不在这儿了 去沙漠上看骆驼 今天在沙漠上没法直播 眼就都睁不开 风太大了 怎么还会冻呢 这是一个废弃的小镇 会有人管理 因为这是一个影视基地 这里有人住吗 太难了 风太大太难了 确实挺难 走路都难 这边有人住吗 这边的话是这个 附近应该会有人住 你看还有人在这儿捡柴火呢 看到没 看到没 看有人在这儿捡柴火 去看个电影院 我的天呀 我终于知道 这为什么发电量这么大了 因为这儿的风是真的大 这是当地的 对那肯定是当地的 还在那儿检查后 我的天 这是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说的没错 就是在这儿 啥时候去瓜州拍摄 瓜州的风太大了 瓜州才是一个出风口 瓜州的话更没法直播了 但瓜州的大地之嘴是真的漂亮 那个必须有航牌 进鬼屋和幼儿园是吧 鬼屋可以给大家看看 幼儿园的话我们就不进了 当年发生了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呢 据说在83年一夜之间 全部都牵走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边石油开采结束了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 是大家也发现了 这边风是真的大 是吧 风扇又大 生活条件恶劣啊 哎呀妈呀 这个不动的它都动了 被风吹动的吓我一跳 这不是在瓜州 我们在甘肃九泉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你不进去你怕吗 对我不进去是因为我害怕啊 我要不害怕我早就进去了 谢谢天涯送来的新星 感谢朋友们啊 双击屏幕我们再点点赞 点赞支持一下主播 没关注的 我们也可以多多关注 走上一波好不好 游侠在西北是一起的吗 对啊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没啥一夜搬走了啊 可能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吧 这个为什么一夜之间搬走 我们一定要问 当时在这居住过的人啊 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但也有些朋友说了 一直搬到九九年才搬走的 也有些人说 这个地方因为是 离九泉的发射地比较近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辐射 重说纷纭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挺神秘的小镇 你们说是不 前面那是个啥 前面那叫红喉 门是锁的 那个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 理发店 小爱啊 我确实有点害怕 因为 因为你想嘛 几十年没住的老房子 我是不敢进 看这个显示啥 写的安全促生产啊 这个地方据说是 五十年代的时候开始建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老房子 这个工厂 从家到学校满嘴都啥 你们瓜州小时候 怎么去上学的 从家到学校满嘴都是啥的 我听说瓜州那地方 是个出风口 所以瓜州那个地方的话 风特别大 这地方离瓜州也不是很远啊 我开车过来的时候 看到瓜州那个标牌了 路过瓜州了 老建筑绝对是老建筑啊 看到没 这个出风口你就能看得到 这就是一个老建筑 风太大了啊 安全为主 不要被大家给误导 好的好的啊 放心吧 谢谢大家对格格的关心啊 然后今天给大家 到这个网红打卡地 让先进直播间的朋友 也看一看 这个地方的话 一般在走西北环线的时候 都会来这儿感受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曾经拍摄过很多部电影 所以来这儿呢 可以拍拍照 你要说好玩的话呢 可能没有多好玩 但是呢 可以来这儿拍拍照 感受一下 也挺酷的 你想我们在电视上 看到的镜头 看到的影像 然后呢 你来到这儿 你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 是吧 所以格格是一名户外主播啊 这个网红打卡地 要领大家来感受一下 昨天大家 去沙漠上看日落 看驼队 去看晚霞 一定会实现大家的愿望 因为最近这两天 沙神爆 沙漠上真的没办法直播 今天早上我就去了 但是去了以后 哎呀 今天有点放晴了 现在啊 去了以后一发现 那个连沙漠的轮廓都看不清 欢迎来我们甘肃啊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甘肃 这条这个清干大环线 有太多的美景 值得我们去看了 只要有信号的地方 我们都给大家做直播 这波 这波沙漠 我们播好了以后啊 然后我们就会去 到翡翠湖了 北京的导游 跑断的腿 是吧 西安的导游 磨破嘴 甘肃的导游 打瞌睡 甘肃导游 为啥打瞌睡 因为这边每一个景点距离 都太远了 是不是美姐 来我们张叶吧 我们去 去张叶 也可以播一下 这个丹霞地貌 是吧 所以我都说了 我说这边的话神奇啊 甘肃这个地方真的是大啊 清安大环线 我们可以走很多地方 你比如说 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 丹霞地貌 我们路过了亚丹地貌 你可以给大家播这个水上亚丹 是吧 然后可以播冰川 听说这 这距 距这比较近的地方 就有一个 冰川啊 但是要到山上去 可以看冰川 可以看雪山 可以看盐湖 还可以看戈壁 还可以看沙漠啊 这是干嘛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一个影视城 看到没有 一个影视城啊 然后好多的朋友都来这 来这拍照呢 丝绸之路在这里嘛 对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一个 必经的城市啊 不是在这儿啊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敦煌 在敦煌呢 是丝绸之路必经的城市 然后呢 也是河西走廊上的重要城市 所以敦煌啊 旁边真的还有很多看点 像玉关啊 这个阳关啊 嘉玉关啊 然后还有像刚才朋友们说 瓜州有个大地之子 那个雕塑啊 也是非常的壮观 还有就是敦煌的墨高窟 啊 我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沙漠 明沙山的月牙泉啊 都是我们值得去看的地方 东台吉那尔湖 对315国道是很好看 我们现在是在215国道的附近啊 你不是说石油小镇吗 对我们现在就在石油小镇 瓜州的话有这个 还有榆林窟是吧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啊 谢谢大家喜欢送我的信息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走过这个清安大环线 所以呃 这一段时间我得拿走一段清安大环线 也是我比较向往的一些地方 通过我对当地的了解 通过一个外地人走到一个呃 不熟悉的地方 然后通过不熟悉到熟悉 让大家也能了解到 当地好吃的好玩的 还有一些景点 都有什么可以去看的地方 是我通过我对这一段 这个时期旅游的了解 给大家做一个点评吧 呃 也可以领着没有来过的朋友 我们也走一圈这个清安大环线 给大家做一些免费的攻略 是吧 所以大家呢 你看我今天来到了这个石油小镇 有些朋友感兴趣 有些朋友不感兴趣 那你就知道我下次来的时候 有些地方我是不是可以来 有些地方是不是我不想来 所以就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 也可以守护一下主播啊 这边当然是人造的景区了 晚上来才刺激 欢迎洪峰啊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 然后也可以守护一下主播 点个灯牌 进个群啊 到时候分享一些户外的美景 给大家分享一些原视频 分享一些攻略给朋友们 是吧 所以这个格格可能 我直播才半年的时间 但很多朋友已经关注了主播 因为之前我是在播雪景的 我觉得雪景和沙漠一样有看见 因为很多朋友没有看过下去 尤其是一些南方的朋友们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也没有看过沙漠 也没有感受过这种广阔又辽阔的大沙漠 然后有些朋友也没有看过盐湖啊 不知道盐湖是什么样的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感受的 对 下一站去翡翠湖 我们要请我吃饭是吗 谢谢谢谢 下一站我们要去青海了 感谢朋友们啊 这地儿在哪啊 这地儿现在是在这个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也这个爱旅游的郁姐 是如何可以送出这么多个灯牌来的呢 是如何可以送出这么多个灯牌 哎呀 终于有点见蓝天了 是吧 我这个地方我发现天要蓝的时候啊 就是也是特别特别的蓝 但是这个风沙一大啊 真的是风沙道道让你怀疑人生 这个地方风真的是蛮大 所以为啥这个地方一夜之间人都消失了 不是消失了是搬走了 我觉得因为这个地方生活条件比较恶劣 再加上石油小镇 这个地方石油开采不出来了 所以可能大家就搬走了 谢谢水母计划送来的加油鸭 感谢朋友们啊 然后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 有抖壁的话 我看今天的任务是小玫瑰花 大玫瑰花可以送上一波 好不好 感谢大家啊 把这个任务修改一下 这个大飞机实在是太大了 是吧 对 这个玫瑰花可以送上一波 感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送来的玫瑰花 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啊 这个风没有那么大了 我觉得还好一些了啊 16年就走过了 还是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应该不是但不是忘记 所以可能有一些有一些景点的话 可能不如我们期待的那么美 所以有些景点可能要过上一段时间 我们再去给大家做直播 我们先走一段看流量 看这个看信号啊 主要是看信号 然后就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个地方 如果可以做主播呢 你在新疆有很多的网红景点 这个做主播太容易了 拿出一部手机 然后下载一个抖音 是吧 打开直播就可以开播了 就这么简单啊 欢迎聂青啊 这个东西叫做 它叫做红猴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风沙大不大 房子能进去吗 有的能进 有的不能进 那些人是搬走了 还是消失了 应该是搬走了吧 我觉得消失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很多这个 我查了一些资料 很多人都说 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所以来到这儿呢 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有一种 稍带一些恐怖感的 那种 你叫什么呢 很惊奇的感觉吧 是吗 你其实让公务员不让直播呀 这我就不知道 你见过沙子吧 这风沙还叫大吗 风沙很大 这边的风确实很大 红偶不是木里那个吗 对了 哎对呀 贺县长也可以直播呀 那为啥公务员不让直播 应该可以吧 我们现在好多正式合员 对 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主题公园 怎么声音变了 是因为风太大了 我带了耳机 谢谢 感谢大嘴送来的直贺 谢谢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和支持 对面山上去看吧 山上打上去 没法上去 风太大 你们大学老师都可以直播 是吧 对 所以应该都可以啊 现在是一个自密的时代了 是吧 拿起手机想直播就可以直播 如果家里面有很可爱的宝宝 你看我很喜欢看那个橙子 小橙子 大家可以播你家里的宝宝 是吧 然后呢 也可以分享一些育儿用品 如果大家呢 是这个喜欢跳舞的 你可以去播播你在家里面跳跳舞 分享一下 如果说 是这样的吗 他们是宣传本地资源 宣传本地资源 如果像格格原来是做旅行的 然后就是做导游 做这个领队的 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 分享一下风景啊 聊聊当地的美食美景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 拿起手机就可以做直播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呢 也可以就是 有不懂的也可以互相去交流 是吧 那个怎么会动呢 动没动 朋友们 是不是动了 这个是活的吗 它是会动的 谢谢大姐送来的玫瑰花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欢迎大家点进直播间 格格好美啊 那个长得挺一般 这个快乐破牛 每次来了以后都夸我 你拍的那个雪村 现在是不是化了 渐渐在融化 它不是一下子全部都会化掉 它是一点一点的化 然后化到房顶上 直到没有雪了为止 就是这样 机器的吗 对是机器的 怪兽来了 它会动啊 大家看到没有 它会动 对 欢迎大家走进格格格的直播间 双击屏幕 我们再帮格格格点点赞 没关注的 我们再多多关注 走上一波啊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在户外给大家做直播 在这个石油小镇 好可惜啊 是吧 你不用害怕啊 这边的话都是人造的 然后 雪的花 因为今年化了以后 明年还会再下 这是什么动物 它叫做红猴 它叫红猴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动 因为它有电 所以它就会动 是吧 它没有电 它肯定不会动 我们现在不是在新疆 我们现在在甘肃啊 红爱线感应 有人在旁边 没有 它没有那么高级 反正就是插了电 就会动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旁边的风沙有多大 这是什么电影里面的 这个是我们拍的那个 我们看的那个鬼吹灯 只九层腰塔 就是在这拍的 今天去害怕不了 甘肃啊 对我们在甘肃呢 对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就是在这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做客 那个地方在门口 没去过里面是吗 甘肃哪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好熟悉的场面啊 有没有一进到直播间 就觉得特别熟悉了 可以进去看看吗 进哪看 进房子里面去看吗 还是进这个车里面 车里面进不去 房子里面有的开了 有的没开 没人居住啊 你是不是雪莉 我不是雪莉 我是格格 大水沟芙蓉在吗 是不是想起了那个 是不是想起了 姚晨拍的那个 九层腰塔了 进房间里面 人造影城 这个地方是因为 它叫做石油小镇 是因为这个地方 原来叫做阿克赛石油小镇 它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然后开采石油啊 50年代初期的时候 就在这建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我觉得如果是50年代 开始建的话 这些房子建的还蛮好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由于这个 这边石油开采完了 所以就结束了 这边的人就搬走了 主播是满足的 就是满足的 可能是白旗吧 因为我们现在都被都已经被汗化了 昨天说再也不来了 咋又播了 因为今天是 今天是大风 比昨天风还大 沙漠是根本播不了 所以就又来到这了 没办法 又不能停播啊 发个位置啊 马上就到 我现在是在甘育九泉的石油小镇 那边需要门票吗 现在这边的话是 这边的话 现在是不需要门票的 忘记了什么才需要门票 欢迎郭峰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做客 双击屏幕再帮哥哥点点赞 我们把这个赞向帮个挨我去 我给你们看的啥叫沙尘暴吧 看了没 风大不大 还是喜欢看这样的户外直播 有内涵有文化 这些树 属于正统吗 不是正统吗 我觉得 我只是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一个满足啊 因为我爷爷是满足的 我奶奶是汉族 然后我们就这个落成了少数民族 我觉得我们家早就被汉化了 也不会说满足话 也不会写满足字 大多数的满足都已经被汉化了 但是就因为是满足 我们那边的话呢 是这个满足的发祥地 我家是老家是吉林市的 生活在白山海水之间 所以就这个小名起名叫哥哥 我周边呢 好多的朋友都叫哥哥 女生满足的可能叫哥哥的比较多 刚才那两个动物呢 在我身后 在我身后的大客车后面 这是哪儿啊 我现在是在这个石油小镇 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是这个拍摄九层妖塔的现场 这个地方在做直播 也是西风略 还有这个拍摄英雄的一个场地 房子里面可以进啊 但是我不敢进 一会儿要不然我就叫我的朋友 我看我朋友在哪儿 我叫我朋友陪我一起进去吧 我给大家到那个礼堂里面去看看好不好 你们想进去看吗 我觉得那个礼堂应该比后面的这个幼儿园要没有那么恐怖吧 模型洞靠啥靠店呗 你老家也是机灵的 也是满足是不 你看我都说啥了 我们那地方的满足人特别多 你嫁给我满汉族吧 我们现在就是满汉都一家 满足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文化 我据说小的时候都说我们满足不吃狗肉 因为有一条大黄狗就给我们祖先诺尔哈吃 但是我看我们家也基本上都吃啊 我是真的不吃狗肉 我姓王啊姓王 我现在我们现在都是汉姓 你他爷是汉族啊 是清朝的大官 这么厉害呀 你也请 主播几个人组队来这了 我们就两个人 人去哪了 就是因为没有石油了就搬走了 对没有石油了就搬走 而且这个地方生活前面比较过来 欢迎虚空 欢迎虚空走进直播间 别害怕 现在以后啊 东面的跑到西北来了 我是从东北跑到西北来的 发现西北的地方这风是真大呀 下午好虚空 我现在在石油小镇呢 在一个网红大卡地 九门提督这么厉害呀 哎呦我天呐 这风真的是太大了 下午好下午好 朋友们下午好 现在多了两个狗 这个不是狗 你们朋友们都想让我播沙尘报 我今天给大家播个沙尘报啊 让你们看看啥样 对姓王的原来都是完颜的 都是姓完颜的 今天青海也是挂大风啊 今天西北就是风的 青海也挂大风是吗 我们我认识的朋友姓铜的姓冠的 姓白的姓金的 然后好多都是满足 咋没人呢 你看看这人多多的 人多多呀 看没人多不多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啊 然后我现在是在一个网红打卡地 在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哎呀 这个地方挺可怕呀 我在外面看是没啥可怕的 因为你想这个小洞肯定是假的 但这地方海拔真高 我谢我虚空啊 海拔2800 我现在只迷糊 我说昨天是被吓了吗 腿都软了 打这么迷糊呢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地方原来 在这个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这个地方原来海拔是2800呢 说话都费劲 我说昨天怎么这么晕呢 后面那个挡金山海拔3800 就这么高啊 下面也挂风 今天风超大 今天的话是这个 七到八级大风 所以没去沙漠 请大家多多见谅啊 你留个关注 明天或者后天 只要天气好了 马上领大家去沙漠 看驼队 然后领大家去看沙漠当中的一王清泉 领大家去看这个沙漠的日落 进鬼屋里面看看 安静啊 鬼屋里面进不去 只能从窗户往外往里看 石油小镇是旅游景点 对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景点啊 今天就是风大 这啥玩意儿啊 我给你看看这啥玩意儿 你别害怕啊 还动了 这啥玩意儿 就这个玩意儿 它叫红猴啊 看看还有这小朋友 这小朋友都不害怕 这咱们怕啥是吧 你去青海湖不 青海湖也没开化呢 现在也去不了 现在还冰封的呢 是吧 这不是狗啊 查到飞天了吗 我现在查一下啊 对关键现在不太适合播飞天呢 是不是 捏青哥哥 免费景点啊 免费的 对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今天这风啊 不是一般的大 那是超级大 这今天早上我特意查了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天气啊 看到没有 预计未来24小时 全市仍将出现5到6级大风 阵风是7到8级 部分地区伴有沙尘 请注意保护 我的天呀 我好像在市区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大的风 就在长外山的天池上 碰到过这样的大风 这边当地人很喜欢吃牛羊肉 我觉得也超级好吃 昨天晚上我们去敦煌的一个 一个餐厅叫什么的 叫什么边边的 城边边啊 排队人好多呀 沙尘暴的发源地 真的是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进去我着急这呢 那我们就去旁边的礼堂吧 旁边那个礼堂去看看 对就是九层腰塔拍摄地 就是在这 鼓足勇气到门口给大家看看 直接进去里面点 进去里面点 你们胆子那么大呢 是吧 他们吃猪肉吗 这个地方我看回民比较多啊 也吃猪肉 但是就是看什么什么民族呗 小数民族比如上回族呢 肯定就不吃了 去礼堂里看看 我们现在往前走走吧 我看看找找我朋友去 风沙打到脸上头不头 我带着一个面罩 还好吧 这是什么洞啊 它呢叫做红吼 是拍摄这个九层腰塔的拍摄地啊 所以它在洞 哎呀 这走路都走不动 被风吹的 风老大了 格格今天在哪呢 我还在石油小镇呢 今天是有沙神豹 七到八级大风 没法去沙漠 我又回到这来 可以去吃这个手扎羊肉是吧 啊 我觉得那个嘎溜羊刀肉应该也不错 但是实际上我原来很少吃羊肉 因为我是能吃腥不能吃山啊 我发现这边的羊肉不太山 味道还可以 哎呀 小犀牛说 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是石油小镇 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格格 你也吓唬我行吗 里面通 里面有电 没电它能动呢 里面是有电的 格格辛苦 今天刮大风啊 今天风沙特别大 给你们看看 风沙大不大 超大这边的风啊 哪部电影九层腰塔 有这种感觉呢 是不是那电影的画面就出现了 今天北京风也老大了 是吗 挖掘机干啥呢 不知道他在这修啥呢 嗯 风太大 老大了 眉眼 格格注意安全 有施工 有一个施工的车 我不知道在那挖啥呢 好荒凉好神秘啊 就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我才不敢进到房间里去 小心后面没事啊 有一些微楼啊 所以我不太敢往里面走 要是在这个街上面走的话 真的没啥好怕的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影视基地 昨天转完了没 这里不用一天 一会儿就能转得完 不用一天啊 晚上去肯定恐怖啊 晚上那肯定恐怖啊 是吧 这谁来的 是珊珊也来了 珊珊回云南了吗 格格今天 又杀神包啊 又杀神包 风老大了 今天比昨天风海大 在这儿站着都站不住啊 游侠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啊 上哪儿去了 那些敞篷的车是好的吗 给大家看看 车轮现在是车的轮胎 谢谢我成都哥 成都哥回来了 车的轮胎已经报废了 里面的话应该开不走了 游侠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游侠上哪儿了 一会儿让游侠陪我去一下 那个啥 礼堂给大家去看看啊 一年一场风 年初到年底 一年刮两场是吧 然后那个前半年和后半年 真一直在刮大风啊 游侠不播了吗 我俩一起来的呀 这谁车呀 这个就是 这个影城里的车 你知道我的手机啥样吗 我现在的手机上面一层灰 本来要去西北的啊 等去了又可以见面 是啊珊珊 你看厉害不 咋的 你们就来一路追寻我的脚步 就来了吧 珊珊 你就为了想找我是吧 沙尘暴的季节到了 真的是沙尘暴的季节到了 这季节这个风沙特别大啊 所以就我就想播一下沙漠上的日 日路有这么难吗 咱们就来个大怪兽录个屏吧 那一会咱得回去到那车那 那个大怪兽 我觉得 我觉得更有感觉啊 你在这待了十几年了 太有感觉了是吧 老有感觉了啊 就这地方这风 真的不是一般大 所以我还觉得 我前段时间去播沙漠的时候 还挺幸运的 风都没有那么大 谢谢朋友们 再帮哥哥点点赞啊 我们点赞支持一下 看看哥哥 我今天就是根本面罩都摘不下来 因为今天风太大了 拿下来就一脸灰 你看见在洞啊 有看见在洞的吗 朋友们 看见在洞的朋友们 call播66啊 然后帮哥把这个赞点赞助理一下 一会儿点赞到15万就给大家发红包 去看看礼堂中央有没有那个洞啊 你是看九层小塔看的吧 是不是 我也看过 我怎么就回忆不起来了呢 回头我再看一遍啊 好好看一遍 是不是九层小塔那个礼堂下面是有个洞的 看到在洞了 这半夜景区开放吗 开放 就是没人敢来啊 谢谢世珊珊呀 我就有好朋友给大家发了一个红包 大家可以去想个红包 看到在洞了是吧 对啊 所以大家才想看礼堂 下面有没有一个洞是吧 我先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啊 又叫唤上了 你看看 一叫吓一跳 这是哪儿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影视基地呢 现在是在这个石油小镇 主播导演的挺好 导演的不错吧 我看他说啥 进去了就到了守灵的地方 你们别吓唬我 对鬼吹灯的拍摄地啊 就是这个电影的拍摄地 这里还拍摄过天降雄狮 英雄 鬼吹灯 西风烈 谢周送来的新星 感谢朋友们 对大家没有关注的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 主播是一个户外主播啊 然后这个最近的时间 我们要领大家去 只要天气好 我们一定领大家去沙漠上拍驼队 去领大家到这个沙漠上面 去看美丽的日落 去看沙漠当中的一王清泉啊 对谢谢朋友们 鬼吹灯的拍摄地 是啊是珊珊呀 你们还怕不 进去就是王子墓了 这是啥地方 这是这个 谢有小芳 感谢小芳送来的热气球啊 这小芳的支持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我给大家到前面看看去 你们更有这个感觉了 还在这里吗 今天刮大风啊 今天风比昨天还大 没法去沙漠 我们就只能在这给大家做直播了 看到没 看到后面的荒芜 这就是九层鸭塔的拍摄地啊 对我们现在是在石油小镇呢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化雪了吗 你说我们东北的雪吗 东北的雪都化了 但是没有完全化掉 为什么消失了 我想知道 石油开采完了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消失 应该是搬走了 至于到底是不是整个 整个这个石油小镇 83年统一搬迁的 哎呀 这个还得有待遇考证啊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石油小镇 你们说的礼堂 应该就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啊 我今天没有开啊 我最近这几天 我都没有开美颜 我不知道为啥就一闪一闪 你们别吓唬 我自己都害怕 几点开直播的 那个楼扭曲了 扭曲了可能是因为 直播的那个 哎你看看 为啥呢 我太吓人了吧 等我擦一下屏幕 因为可能屏幕上 风沙比较大 看没 这我们再照一下 好了吧 是不是好了 地震了没有 因为我一般拍风景的时候 我都不开 我现在显示的就是五 给我给大家拍一下看看 上面显示的是五 我也不知道为啥 这两天的手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照楼的时候总是在扭曲 把我自己都吓坏了 镜像的原因是吧 可能是因为风沙比较大 所以后面这个镜头上面 有东西在吹 就变成这样 评论下人 别害怕啊 是吧 能感觉到风特别大 还带着沙子 给你们看看 风是不是特别大 晚上住这儿吗 晚上不住这儿啊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游侠不见了 游侠哪去了 游侠在那儿呢 我让游侠陪我进去看看 看看这个 你咋下波了呢 波了 一会儿 陪我进那里看看吧 到处转转 你等会儿 我带你们到里面看看啊 你们想进去看看吗 如果想进去看看 就打一波响子啊 我带你们到礼堂看看去 我自己不敢进啊 礼堂我还是敢进的 晚上再看 我白信我都不敢看 别说晚上了 你们等我一会儿啊 走啊 等着等着我朋友过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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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从哪间 那走吧 你这咋的了 刚才 难受了 等会儿啊 等会儿 我们从这边进啊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呢 你们猜一下 到底发生啥了 反正都搬走了 等会儿啊 我得大家到礼堂去看看啊 跟朋友一起进去 这晚上一个人住 估计得吓死 我估计可能一般没有人敢一个人来这住吧 那可能得心情多不好啊 是不是 不是 我说一个人来这住 我说那心情多不好啊 你看这真有人住 这不有个 有个大爷在这住的吗 啊 我说我说的 你敢啊 你敢呀 电线杆是新的 我肯定敢 你们真厉害啊 你们真厉害 你们这么的 你们先关注一下我啊 有朝一日 我们做这条行程的时候 我带着你们来 让你们在这感受感受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啥啊 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 不是在这拍的那个 不是在这拍的那个 嘴吹灯之九层腰塔吗 看这就是人民影剧院救治 我在这 2017年时候在这拍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阿克赛 阿克赛的哈萨克族自治州 我看到了吗 欢迎凤凰念盘 今天大家到里面去看看 看看这个剧场啥样 哎呀 有点吓人呐 你们不要吓唬我 你等会我 你等会我 你别吓 我自己不敢进啊 你等会我 从这里进啊 我感觉这是个微楼 咱进去安全不 就在门口看看就行了 到里面外有东西点 那上面在拴个啥玩意呢 我这太渗得慌了 加油 能太往里走啊 就在这吧 这就是那个教堂 不是这就是不是教堂 这就是那个礼堂 欢迎凡凡哥 走吧 你别走啊 我不敢 你等会咱俩一块出去 哎我去快走 冰箱的 太吓人了 欢迎凡哥 干啥呢 哥哥 今天是探险节目 今天探险节目 顶上是啥呀 不知道啊 不敢往里走了 怪吓人的啊 我现在是在那个石油小镇呢 一会给你们去看看红猴去 还挂了一块布 我现在在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别怕没人 就没人才害怕 有人就不害怕了 感谢感谢 谢一帆哥送来的大啤酒啊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现在是在石油小镇的外景拍摄地 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然后我今天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突破自己了 领大家已经到这个教堂里去看了看 谢我一帆哥 感谢一帆哥哥的支持 每次来的都破费啊 我给大家去看看那个红猴去好不好 谢一帆哥哥送来的啤酒 我看见有一个人影过去了 我们这有人影啊 谁的三轮车有一个大爷 我看到他有人在这住了 小麦步去了没 我得你们去看看啊 你错过了 领 一会儿看看红猴 一帆哥想着 这怎么还变了风格呢 播播风景 怎么还播出 怎么还那个探险类的节目来了呢 是吧 再去别的楼吧 看到没有 上面有一只红猴啊 这个就是拍摄地啊 一帆哥你不害怕吧 谢谢灵灵送来的星星啊 哥哥这里要门票吗 现在不需要门票 我刚才士布林达去了教堂 就是拍那个九层妖塔里面啊 他们都会地下有一个 有一个洞可以进去啊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那个有势基地 波罗转景小镇 对波罗转景小镇 后边的话就是景山 我现在的海拔高度是2800啊 今天风特别大 所以没有去沙漠 一帆哥呀 你最近这两天有空 你常来我的直播间 我最近到沙漠了 到了这个明沙山的月牙泉啊 就是这里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播沙漠 然后沙漠上 沙漠上我们去看那个日出 去看晚霞特别好看 今天本来就要准备琳娜去看沙漠了 结果今天早上我去了以后 发现今天风非常大 而且今天受到了蓝色预警 我就没有去 好的呀 对这两天有空 你就来我的直播间 沙漠上看日出老美了哥 谢谢小黄牙送来的这个玫瑰花 然后今天我也好想去是吗 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个影视基地啊 错过了教堂 这个不是教堂 我刚才去的是那个礼堂啊 去的那个礼堂 就是大家大家看到那个什么 里面那个礼堂 看到九层标堂里那个礼堂啊 动了啊 它肯定动了 我再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还是动的啊 这是石油小镇吗 对这里就是石油小镇 各位宝贝点点关注 点点赞 谢谢我是珊珊呀 这是石油小镇 我红大卡地啊 挺刺激的在这直播 昨天我就想 最后一次来这直播啊 也是第一次来这直播 因为有点害怕 然后但是那个今天 因为哪都过不了 到处都是大风啊 而且沙漠上那个风 风沙特别大 没法直播 我们就来到这了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所以领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我们在电影里面的镜头 酷不一万个 老酷了 今天睁不开眼睛呢 这是我们今天刚才进的那个地方 我再给大家去看看 别的地方的洪候 然后这个是我们拍摄基地啊 看这个小小孩子还在这 看没 所以没啥好怕的啊 你怕不怕呀 以前看过这个电影 九层腰塔 就在这拍的 哥哥昨天晚上在哪睡的 在敦煌 我今天早上还去了这个明沙山 到了景区门口以后 我发现里面的山都看不清轮廓 风太大了 然后我就出来了啊 还有两个大的 对 谢谢爱心爱心啊 一般个里面还有俩大的 你等着我到里面再给 再给你做直播去 对 谢谢朋友们 一直在帮哥哥点赞 你们辛苦了 还差5000点赞到15万啊 孩子给你装胆了 我一看 妈呀 两三岁孩子 他都不怕我怕啥呀 还是喜欢看九层腰塔 是吧 你们如果喜欢看的朋友啊 今天一定要在哥哥的直播间 停留一会儿 然后带你们感受一下 你回忆一下啊 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曾经拍 九层腰塔的这个地点 是不是在这 这个地方是那个公交车站 你一个人睡怕不怕 怕啥呀 我在市区呢 谢谢开心苗勿扰 卖水千山总是请点个关注 行不行 欢迎我东友三宝啊 欢迎好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为大家发福袋啊 大家先点个福袋去 然后大家给这个榜一的 一番哥哥来过关注 特别支持我们户外主播啊 一个好哥哥 然后感谢这个特别喜欢看风景啊 今天的话有点另类的风景是吧 我们就感受一下这个网红打卡地 然后给这榜二的成都哥也来过关注啊 感谢我这个榜三的大嘴啊 大嘴也是户外主播 然后谢谢这个 J有美啊 J有美的话呢 是我们哈尔滨的老乡 大家都关注走上一波好不好 有没有远的远古的巨兽 有大怪兽啊 在前面 一会儿你们去看看去 这在前面有个大怪兽 这是不是九层腰塔的地方 对了 这就是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这应该就是那个理发店啊 看没 这应该就是那个理发店 对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一会儿得大家去看看两个能动的大怪兽啊 看看大怪兽跟哪呢 你咋不播了啊 一般 他那个最近一段时间还没有过来啊 我游侠 然后先过来的 再过上一段时间 他也过来 可能我们要走西北环线的时候 还有几个小伙伴也都过来了 谢谢银客松松来的欣欣 感谢朋友们啊 哎 今天这风 看了没 今天这风大不大 是不是老猛烈了 因为我们过两天的话 要走一圈西北环线 就要组织了一替小伙伴也一起 虎虎不会吃人 放心吧 等他们都到齐了 我们就一起走了 谢谢家友一宝 感谢小小子玉 谢谢送来的笔心 感谢支持 还有坦克啊 有不敢一直照着他 因为那个到时候怕不让不饿 这是哪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影视基地呢 看着没 动没动 下午好 下楼大 欢迎 谢谢我真有美 送来的信心 感谢情缘天高 谢谢清风啊 别的楼去不 别的楼有点不太赶呢 后面还有一个以前的幼儿园 感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昨天看了九层妖塔 今天就杀到这了 哈 那个小小子玉 那我们也太有缘分了吧 昨天刚看完九层妖塔 今天就杀到我了 是吧 对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格格平常是个坏主播 我们是播风景的 正好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大甘肃 最近一段时间在敦煌 给大家播这个大沙漠呢 西北大漠 也给大家播这个 这个明沙山的月牙群 但因为最近风沙比较大 刮沙沉暴 我们就来到这了 大家数据也太厉害了 这怪我还能动呢 是啊 一帆哥 刚进来这是哪 我们现在是在明沙山的月牙群 感谢小小子玉 我们实在是太有缘分了 大数据也太厉害了 知道你喜欢看啥 就让你来看啥了 是吧 有坦克就在旁边 胆子那么小吗 他饿了给他点吃的 我给他啥呀 我给他 他可能真是饿了 对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感谢大家 看看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去 我给大家去幼儿园园口里的怪兽去看 昨天被没事半夜看完了 你们真厉害 胆子那么小吗 楼房里看了 刚才领大家不是去看了这个礼堂 就给大家去看九层楼塔里面演的礼堂 下面是有一个洞窟 一刀库 不可认为它是洞窟 就给大家去看了九层楼塔里面的礼堂 对旁边可以去点一个灯牌去抢一个福袋 这地方就风了 真是太大 那不是一般的大 那是相当的大 哎呀 哎呀 这风 对 谢谢朋友们给大家支持 后这这地方就是个风口啊 但这个风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刮住的风大 刮住的话就是个大风口 那地方的风口是相当的大 但是刮果是非常的甜啊 然后在我们这个后边的话 就是挡金山的山脉 挡金山的话 海拔高度是3800 我现在的海拔高度的话呢 是2800啊 所以今天的话 听不清是吧 现在呢 现在能听清吗 撤离的原因是因为这边的话 石油都已经开采完了 所以就撤离了 但是为什么一夜之间撤离 都说是一夜之间就撤离了 这个原因还有待于考证了 朋友们 能听清是吧 可以了 我把影子立起来了 领子要是不立起来的话 大家啥也听不见 这是影视城啊 这是影视城 当时拍摄这个 这部影片的时候留下来的 看到没 后面就是这个光彩幼儿园 现在能听清了 风太大了 所以大家就听不见了 对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双击屏幕再帮哥哥点点赞 我们把赞再点上去 然后头像旁边的小红星 也可以一抖避点一个灯牌 点一个灯牌 加入一个粉丝团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有空都可以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到时候领大家去看 这个美丽的大沙漠 因为今天实属是天气原因 风沙特别大没法去直播 就只能再来到这个影视城 因为这个地方不会受到风沙的影响 东西都在这 你什么时候想来 什么时候都在 但是不太符合格格的直播风格 我是比较喜欢静静的 看看风景的发生了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这个 电影这个基地 曾经演过西风烈 然后演过鬼吹灯之 九层妖塔 演过天降雄狮 演过英雄 这个飞机的话 也是拍摄的要求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先给主播留个关注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天气 就领大家去看这个美丽的 美丽的风景 可好 这是个飞机吗 这不就是个飞机吗 旁边还有坦克呢 对九层妖塔的外景拍摄地 所以为什么来到这呢 这地方也是一个 也是个网红打卡地 网红打卡地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旁边要有小朋友在这看 西北要注意安全 开心直播 好来谢谢小小子玉 感谢子玉的支持 大家给这榜上 家人们都来播关注吧 然后感谢这个榜一 一凡哥哥是哥哥的老朋友了 然后是这个 哥哥的一位好哥哥 经常来我的直播间 来看风景 所以今天的话 可能看到比较惊讶 因为我在影视城 然后等到这两天 风沙过了 我就在沙梦给大家做直播了 好吧 大家给这榜一的 一凡哥来播关注 然后感谢榜二的林二 是哥哥的老朋友 但是私密账号 没法关注上 也是哥哥的老乡 在七七二 榜三的小小子玉 是今天新认识的 你说神不神奇 昨天刚看完九层妖塔 今天就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看到了九层妖塔的 现场拍摄地 有没有满满的回忆啊 小小子玉 然后大家给这个 榜色大嘴也是户外主播啊 不得时间也会过来做直播 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感谢J.O J.O.的好朋友 在这个哈尔滨 一位大美女啊 关注可以走一波 谢谢毛毛 毛毛地瓜今天来了 让大家关注一波 谢谢 感谢大嘴送来的玫瑰花啊 欢迎老高 对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昨天大家刚看过 今天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现场的画面了 我给大家看那两个大的去啊 一番给我给大家看个大的 放手片尾曲就硬紧了 片尾曲叫啥名了呢 我给大家放一手 硬硬紧啊 不吓人吗 那片尾曲 给给大家再吓着 哥哥播两天了 你讲播屋没 你老高 老高我跟你说啊 就是那屋我是真不感激 刚才呢 正好我朋友过来了 我就进入给大家看了个礼堂 所以就是咱们那个播两天了 咱们就在外面看看大怪兽 不吓人英文的是吧 不是说怕今天不来直播了吗 海陆空啊 我给你看一下今天风有多大 你在咱们群里看没看见 我今天发的天气预报 今天那天气预报啊 我的妈呀 七到八级阵风啊 打上沙漠呀 那只能来这儿了 就这儿不受到世外一个天气的影响 风在大咱也能看得到 所以就来了 我是真不敢来 今天来的话也是鼓足了勇气 而且昨天我一直在晕 我就真的是头晕 头晕得特别厉害 然后昨天来了以后 我以为我是下晕的 腿都软 头就晕 今天我终于发现了 剧场里还吊着那些吗 是啊老高还挂着呢 我今天进去看了 上面还飞着呢 然后这个 今天来这儿我终于发现了 这个地方海拔特别高 这个地方的海拔现在是两千八 所以我晕是有原因的 不是下晕 然后来一手啊 来一手这片尾曲 看看这是啥 等我一下 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片尾曲啊 大家找一下片尾曲啊 大家等我一下 找一个九层腰塔的片尾曲 动了 是这首歌吗 一会儿就动了 那今天呢 风太大了 能听见吗 能听见吗 不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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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是吧 声音大了是吧 有杂音呢 哎呀 那好了 那就不放了 今天的风太大了 没办法放 我是把我的那个Mac放到了我的耳机上面 谢谢朋友们送来的心心 感谢大家 等它再给我们动一次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转 我们看看它是咋动的 我一会儿你们大家到后面走一走 看怪事儿摸摸摸它 谢谢感谢糯米海绵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没别的游客吗 还真的有啊 有三个游客 哪儿去了 摸它一下 哎我昨天还真摸了一下 不过离近一看 还是还是找 睡着了 可能嘛 我怕它忽然之间一动 吓一跳啊 欢迎璀璨 欢迎朋友们 谢谢大家支持 等会儿看它咋动的啊 突然间活了就可怕了 它能动 你等会儿它就动了 哪里啊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石油小镇 一个网红打卡地 需要门票吗 这个地方吗 这个地方是不需要门票的 现在 他咋还不动呢 对 黄渤拍的那个啥电影是吧 九层妖塔 谢谢 感谢璀璨啊 和昨天的路线一样了 一样 因为今天风比昨天还大了 所以我们只能回到这儿再做直播 而且今天天咋不动了呢 对 它咋不动了呢 去摸摸它敢不敢 哎呀 我怕一摸 等它动完了我再摸啊 我怕一摸它一动 吓我一跳 今天还是一个人去的吗 没有 昨天也不是一个人呢 我一个人不敢 他俩怕格格不敢动了 我有那么厉害吗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是在九层妖塔的拍摄地啊 我璀璨呀 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啊 我放完以后 我怕我自己吓着啊 你去摸摸它 也许它就动了 我等它动完我再摸啊 我等它动完了以后我再摸 没事不怕 哎呀 动了动了动了 你看我得会没去吧 我要去了是不是把我吓晕了 你看我九层妖塔是吧 快离它远点 便一动下一局了 谢谢罪梦江南 感谢朋友们真动了 看到没 看到没 动了吧 这地方有人了 哎有没有一种重回到影视剧里的感觉 真动了 拿个炮红炸它 是不是真动了 看看格格呗 行 一会儿给大家见个面啊 我今天的话因为戴着面纱 也看不清个啥 谢谢朋友们送俺的心心啊 等会儿它这波动完了 我再领里面去摸它 在什么位置啊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甘肃省九泉市下面的阿克赛小镇 感谢大嘴啊 这里好荒凉 来游客了 看看没 是不是来人了 他不走光动还不太害怕 那他要走了 就把我吓死了 谢谢朋友们送俺心心 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再帮格格点点 在什么园里面 他能动 因为有电呗 这啥东西 这是我们看 那个九层腰塔里的红吼 我用两个小石子打它 你们太逗了 现在不需要门票啊 格格说话真好听 这还能听到好听吗 今天风特别大啊 可能都听不到什么声音 这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就是在这 后面是啥呀 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是个啥 后面的话也是一个小怪兽 哈哈还能动啊 可不咋的 还能动呢 你确定这不是横电影市城吗 我现在是在石油小镇 听过没有 天是啥呀 真的吗 肯定不是真的呀 这里离市区应该很远 离一个镇子 离附近的镇子二十多公里 离我们敦煌市的话 一百一十公里啊 看来格格胆子很小 不是那个啥一帆哥 虽然说我知道他是假的 但他特别逼真 而且特别大 你知道吗 就在你旁边 所以就胆子有点小 除了这些有啥好玩 影视基地啊 所以你要说想玩啥 没有 我觉得挺适合探险的 不敢记住 冷湖镇 割一块肉给你 要是真的格格早跑了 要是真的 我肯定早就跑了 我等一会儿 等会儿他不动了 我给你们去摸一摸他 感受一下 他要动的时候 我不敢过去 在哪个省呢 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九泉市 阿克赛小镇 这个地方一个人真不敢去 一个人真不太敢去 反正我是不敢 怪兽看我呢 我怕他咬我 你看 去之前是从青海到敦煌的路 左拐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后面是党金山 党金山后面就是青海了 特别的近啊 这个地方是啥呢 这个地方是青海省 是甘肃省和新疆的三省交汇处 谢谢英子送来信息啊 你去这是什么物种 这是红猴 见过没有 这是红猴啊 谢谢朋友们 格格市民户外主播 今天我们在石油小镇 网红打卡地 然后这两天只要不拐沙尘暴 我们就去沙漠给大家直播 美丽的大沙漠 夏天直播草原 冬天直播雪香的美景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走上一波啊 不吃人放心吧 去楼里吧 鬼吹灯是在这拍的 说的没错 谢谢有爱旅游的 所以大家这个没关注的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 格格领大家走南闯北 我们从东北来到西北 是吧 我们这一路上 除了去这个 去过长白山 去过雪香 前两天去了西安 是吧 现在又来了甘肃 过两天我们再去青海 所以很美的风景 在路上等着我们 大家可以多多了解 你看你关注户外主播 你就知道 这个九层小塔 是在哪拍的 然后这个石油小镇 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大概在八三年的时候开始 这个地方就开始撤离了 有些朋友也说 是从九五年的时候 全部撤离走了 然后大家也知道 这个景点的话 它是拍什么呢 它是拍的西风猎 拍的英雄 拍的这个 大家看到的这个 天降雄狮 还有九层妖塔 都是在这拍的 如果你感兴趣 来到西北的时候 你可以到这个 网红打卡的小镇 石油小镇 来感受一下 如果大家这个没有 就是如果你说 哎 这就是一个石油小镇 我不喜欢 下次来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掠过 在隔队的直播间 看一下就好了 所以朋友们 关注户外主播 可以大家出些攻略 看一下美景 是吧 没关注的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 走一下 它的头是在动的 你看的没错 它就是在动 看过九层妖塔 是吧 你今天可以再重新回忆一下 谢谢李宋爱的新星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海拔还挺高的 2800 所以站在这 随风摇摆 我的感觉就是啥呢 就是有点晕晕的 这是机器的 当然是机器的 如果是真的 我早跑了 鬼吹灯的这个小说都看完了 再回怀念一下 是吧 这是哪 我们在 我们是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小镇 谢谢英子送来的新星 哥哥 带我们一千多人进屋看看 波波 你来之前 我进屋真看了 我真进屋看了 跑得掉吗 不用跑 你放心吧 你能不能去那个鬼屋看看 你敢摸吗 你等会他不叫了 我等着他不叫了 我就去摸 行不行 从敦煌过来的话 开车大概一百一十公里左右 看看哥哥 我跟大家见个面 等我一下 这什么玩意 这是红猴 哎呀 我以为地球出现新屋中了呢 要门票 现在不需要 等到这个忘记的时候就需要了 无意以后开始就是忘记了 对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这是什么动物 它的名字就叫做红猴 你昨天进去 是不是吓跑了吗 我今天也不敢进屋 其实我来这儿 纯属是无奈之举 因为没有啥地方能播 沙漠或者是一个水上亚丹 现在今天都是大风 风沙非常的大 这什么玩意儿 红猴啊 石油小镇 所以我就领大家到这个网红打卡地 石油小镇 我怕了可怕了 真是吓人呢 别害怕啊 假的 这个就是一个道具 想让格格摸得扣拨溜溜 一会儿 然后我们来了个小朋友 他都不怕呢 你说我怕啥 有人不 你看看 你看看 是不是他都不害怕 叫红猴啊 看看格格 我今天的话 大家可能看不到我啥 我们先看 等他不动了 我就跟大家见个面 好不好 看看小朋友过去 是不是他挺高的 所以为啥站在旁边 有点害怕的感觉呢 就是因为那个 他比较高 你看 他和旁边的大哥比一下 都比他要高 所以你想 他还特别逼真 还会动 站在你旁边就有点可怕 好了 他不动了 我跟大家先见个面 看到我今天的造型吗 今天的造型啊 就是因为风特别的大 看到呢 风一直在吹 所以我戴了一个面罩 不戴这个面罩的话 就脸都被吹坏了 哪的石油小镇呢 甘肃九穴的石油小镇 不咬人 带电的 你们想不想过去摸一下 知道他是软的还是硬的 好 你们先猜一下 你们认为他是软的 我们扣拨一 认为是二的 我们认为是硬的 我们扣拨二 有后我带你们去感受一下 快跑 不用跑 他现在 他现在已经那个不动了 我现在赶过去 你去嚎一下他耳朵 那好像有点吓人 那倒不太敢 摸一摸他身上吧 他是硬的吗 粗糙的 硬的不得了 来我给你们探究一下 他到底是硬的还是不 哎呀 确实有点吓人 我给大家摸一下 摸一下 活了 你们别吓唬我 看到没有 他是软的 他是软的 小心 你们别吓唬我 他是软的 然后他是那个硅胶材质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不敢用这只手指 我只敢用这个手指 我给你们摸到他以后 我身上会痒痒的 电池耗尽就不动了 一会儿还会动 对这个身上 毛毛笑了是吧 身上毛老厚了 他身上 你看他小朋友 小朋友都不害怕了 看到没 小心他突然转过来 你们别吓唬我 把手放嘴里边 那我真不敢 那怪吓人的 谁敢放呢 软的 主播 活了活了 快跑啊 哎呀 欢迎默默天涯过客哥哥 好久不见了 你别害怕啊 我现在是在影视城呢 怎么今天还在这儿 今天挂大风 给大家看一下风有多大 看到风大不大 看旁边那个树 今天的风的话 大概有 震风是七到八级风 所以这个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在 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这个网红打卡地 来这儿做直播了 动了 你们别吓唬我 他现在不动 他一会儿就动了 这玩意儿怕摇晨 摇晨关键没来呀 换一个主播 好嘞一会儿 再给大家换一个小怪兽 镇上有人吗 现在没有人 全部都是很荒芜的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后边是啥这样 后面的话就是这个山 这个山呢叫党山 这个山呢叫做党金山 然后这个党金山的话呢 海拔比较高 后面那个窗子都没有了 看到没有 吓人不 有点吓人 因为它比较高 谢谢金玉良眼 是动物 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是荒废的一个小镇 看到没 这还叫永世城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西风链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九层妖塔 就在这拍的 这地方在甘肃九泉 石油小镇 对 这地方就是一个石油小镇 来一波玫瑰花 朋友们啊 如果有抖壁的 我格格还差十几个吧 还差一百多个 玫瑰花走一波 好不好 玫瑰花走一波 然后没有抖壁的朋友 就帮格格点点赞就好了 好不好 欢迎大家换一个 换一个小怪兽 一会儿看他啥时候能动 好像没动 石油小镇 有景区公交车吗 没有 这个地方离哪 离市区还挺远的 离镇子大概二十多公里 离东黄市大概有 大概有这个一百一十公里左右 谢谢朋友们送来玫瑰花 感谢林儿 为什么荒废了 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石油重镇 这个地方原来是产石油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为什么后来八十年代 就八几年的时候 这边全部都搬走了 原因也是因为石油开采完了 而且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 它的条件特别恶劣 风那叫一个大呀 那风老大了 而且还是高原 海拔两千八 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赛 就是属于阿克赛 想起湖八一了吗 去年八月份去的好冷了 是吧 这个地方风挺大的 现在大概十度左右 石油小镇你去过是吗 格格市民户外主播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网红打卡地石油小镇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如果风沙不大了 我们就去美丽的西北大漠 让它给受明沙山的月牙泉 在沙漠上我们看日落 看驼队 然后去翡翠湖 去查卡岩湖 领大家在西北上逛场一圈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个西北的风光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如果西北的风光 你不感兴趣 夏天的时候我们去草原 冬天的时候 我们去看美丽的雪景 所以大家没有关注的 多多关注一下 这边没有人烟的地方特别多 我们一路过来 会发现旁边都没有人 旁边都是啥的 旁边都是那个大厂 就是大戈壁 还有这个电线杆 旁边啥也没有 怪物是通电的 我们再等这个怪物动一下 谢郭峰送来的玫瑰花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摄像机屏幕 我们再点赞助力一下 我们在甘肃的阿克赛 说的没错 甘肃的阿克赛 对没关注的 我们多多关注 哥哥这两天来到这直播的时候 就感觉气不够用 一直在迷迷糊糊的 一直在迷迷糊糊的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的海拔比较高 看那个小朋友一点都不害怕 胆子特别大 所以都是假的 不用害怕 这东西晚上会吓人 晚上肯定害怕 晚上他要叫 看一下本人关注一下 本人的话也看不出来个傻 因为我在党的面 党的面罩 你是甘肃嘉育官的 你说的是哪 阿克赛 我在阿克赛 去年就去过了 是不是 在石油小镇 怎么叫 一会儿你听听 听到没 能不能听得到 这个头动了 我们等这个小动物动一下 海拔大概是2800 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这不是金刚 这个影视基地是受保护的 不是直接不要了 这个怪兽半夜才火过来 你们别吓唬我 谢谢朋友们 关注再走上一波 前面还有个鬼屋 鬼屋的话 现在进不去 然后只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这是个景区 今天没有去明沙山 今天去明沙山了 今天明沙山的雾霾特别大 看不清后面沙的轮廓 拐一准沙子 所以我今天就没去 最近的话 风沙比较大 他为什么要动 因为他插电了 所以要动 先走了 哥哥回见 好了一帆哥 明天或者这两天 看看哪天不刮风了 我就去沙漠给大家做直播 哥哥人真多 这边人不多 沙尘暴 最近一段时间 他又动了 看到吗 是不是动了 沙尘 对沙尘特别大 现在人 现在人不多 今天还有点冷 空还挺大的 进学校看过去 学校我不太感情 位置在哪 这个地方的位置 是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今天又来这了 对今天又来这了 好吃吧 啥玩好吃吧 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说的没错 估计好多人看完 这个又要去刷九层腰塔了 我昨天就没时间 有时间我也想再看一遍 门票是多少呢 门票的话 现在不收 忘记的时候是20米 还是看大哥车那俩过瘾 是吧 这小镇真的存在吗 这小镇真的存在 这就是真的小镇 这是50年代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真的小镇 然后后来的话呢 就是因为它是采石油的嘛 阿克赛的老县城 但是因为这边的石油 采完了枯竭了 那这边人就走了 没有人住了现在 这是哪啊 我们现在的话 所在的位置是这个 在阿克赛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谢国锋 感谢这个深港 猫鱼啊 谢谢朋友们 进屋看看 进屋不敢呢 我再给大家去看 那个鬼屋看看吧 让大家往那个鬼屋里面 看看啥样 而且这边都是微楼 我觉得进屋也不是很安全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你想都几十年了 然后你看一下 这边的人拍电影的地方 九泉你是去过的是吗 你在九泉啊 这个地方不是属于九泉市 而且九泉市还几百公里呢 劲不怕 你们胆是真大 哥哥今天播多久了 该休息了 我今天播的话 快四个小时了 快四个小时了 从一点开始播 两点三点四点 不对 才三个小时啊 两点 三点四点 五点六点 才三个小时 时间不算多 你看看 看到这风大不大 这风特别大 是不是一部电影在这拍的 对 就是九层妖塔 就是在这拍的 卫星发射基地 不能观光啊 看那风不小啊 风确实不小 那个树震慎人 主播手酸不酸 还行吧 不过时间长就好了 空房子随便住 你敢来住吗 主播给个位置 甘肃九泉的 阿克赛小镇啊 白天还行 晚上得 一下子得跑了 那动物是个啥 九层妖塔里的红好 一会儿我再回去 给大家看那个动物了 走到头看看去 行 大家走到头看看去 温度是多少度 我们现在的温度嘛 现在的温度 呃 十度左右吧 这个是白氧树吗 对 看到远处没 有个地球在那 天上飞着呢 看到没 看到远处 天上飞了一个地球 看到的我们 扣波66啊 对 在阿克赛啊 哥哥胆子好小啊 离敦煌不远 去年我去过 这里离敦煌 开车的话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看到没 看看大礼堂吧 和昨天确实在一个地方 因为今天沙漠没法直播 风沙太大 都是灰尘 沙尘啊 昨天不是就在阿克赛吗 今天还在呢 今天我又回来了 看到没 对 这里是波罗赚景小镇啊 以前的波罗赚景小镇 我往前走走 前面招好个大哥 跟他一会儿过去 看看前面是个啥 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到没 这个地方就是 人民政府的就职 在2017年的拍摄地 据说后面原来是学校 也有人说后面是个医院啊 都是空房子啊 都是空房子 在甘肃 是的 我们现在在甘肃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这个地方是石油小镇 啊 已经荒芜了 这个地方原来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卖服装的地方 后面有俩大哥 在后面开车来的 阿妹 全部都荒芜的了 鬼屋在我后边啊 天气这么冷 也不担心 纯棉的 真的好暖和 哎呀 今天呢 今天的这个风这么大 太应景了 在这直播特别应景 为什么没有人呼 啥玩没有人呼 免费入住 晚上直播 晚上我白天都不敢进去 何况是晚上 是不是 我给大家看看鬼屋里有啥啊 为啥没人 没人了呢 去哪了呢 去搬到附近的一个镇子 二十多公里以外的镇子 这个地方原来开采石油的 石油开采完了以后呢 就没有人在这了 这个甘子好危险啊 是啊 确实有点危险 是吧 所以咱们离它远点吧 你俩大哥你认识吗 不认识啊 房子啥时候建的 五几年的时候建的 我在那个网上看的是五几年的时候修建 几几年撤的 都说是83年统一撤的 然后昨天在直播间里有些朋友也说是九几年的时候有撤退的 反正网上的资料众说风云吧 这个地方现在是因为拍摄九层妖塔以后又火的 看看风大不大 风特别大啊 我跟我朋友一起来的 不要门票 你去过了是吧 现在不需要门票啊 不是故意弄成这样 原来就这样 然后旁边那些小怪兽啊 还有这个鬼屋是后来弄的 因为在这拍过这个 拍过这个九层妖塔嘛 我给大家往里面看一下 你们不会害怕吧 害怕的朋友就不要看了啊 我是不敢往里看的 大家可以往里看一下 拍摄九层妖塔 西风猎 还有拍摄这个 拍摄的这个英雄都是在这拍的 地上这么干净是被风吹的 对九层妖塔的地方 去年去的不要门票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啊 看到了吗 朋友们 然后这边的话风特别大 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在V楼下面去 去那个看了 这房子没事儿进 不让进啊 门口已经锁上了 风真大今天啊 风大更不敢站旁边的海帕 哎呀 帽子差点吹 那我估计就把我吓死 为什么叫鬼窝 你们没看到里面有啥吗 这么多房子 装修处租一下 这个地方已经被荒废了啊 所以就变成一个影视地 哎呀我去 今天这风 今天这风实在太大了 那不是狗熊 那是叫做红猴啊 能没有去大礼堂 之前去了一次 不敢看得遮住半个屏幕 我也觉得 今天绝对属于探险类的节目 我自己也有点害怕 跳下来一个怪兽 那不是狗熊啊 这是啥地方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影视城 影视基地啊 叫做石油小镇 这是真飞机吗 不是真飞机 如果这里之前拍的照片 两个年代对比一下 更有感觉 我也是觉得啊 之前这个石油小镇的话 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这住过 然后现在的话 我真的想知道 原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在户外直播 那怪兽咋还能动呢 因为有电呗 飞机不是真的 朋友们啊 不是真的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什么系列鬼吹灯之九层妖塔 看看是不是挺有感觉的 想不想起当时拍这个 怪物动了 以前很繁华 就是说以前是非常繁华的 这个石油小镇 所以大家看到旁边 有好多的楼房啊 如果在五几年的时候 能建这么大的工厂 建这么大的学校 这么大的这个楼房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挺繁华的 在青海拍吧 因为青海湖现在还没有开 还在这个结冰 所以可能要过上一段时间 才能走这个环线 探索的吗 今天绝对是一个探索的节目啊 欢迎丁先生 你们呢 现在多少度 我们这现在大概十度左右 新进直播间旁 不要害怕 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影视场 网红大卡币 它是在这个石油小镇 我们现在在甘肃呢 半夜改去吗 不改 白天都不改呢 是拍摄电影以后留下来的 是的 搬走肯定有原因的 不知道原因是啥 看看左边 看看后面的房子 全部都已经是断壁残垣了 其实我感觉这种直播 比那些网红直播有意思多了 其实今天我觉得格格的直播是啥 就是挺新奇的 但是不是特别符合我的风格 我是一般直播这个户外自然观光的风景 像这个地方是因为最近这两天 我在敦煌的沙漠那边 都是那个沙尘暴 没法直播 我才来到这儿的 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是的 原因是石油枯竭而已 看看近一点 近一点 你们这胆真大 够近不 还在动 那些怪兽是带电的吗 是带电的 还要近一点 这都够近的了吧 再近一点是不是就要害怕了 还动吗 对还在动啊 怪物在动 你没看错 我是东北的 为啥能动 因为有电 咬你啊 再近 再近一点 有点吓人了再近一点 因为特别高啊 特别高 给他抠出来 抠哪儿出来 怪物在看你笑 你们别吓唬我 怪物动的瑟瑟发抖 它是被风吹的 看到没有 嘴旁边那个毛都随风的飘摇 晚上来肯定吓人 晚上这儿还是这样的 它还是在动的 这个电要 这个放一晚上啊 因为晚上的话 确实肯定挺恐怖的 格格今天还是在这儿 因为今天风力是阵风七到八级 在沙漠没法直播 所以来到这儿了 溜达溜达 一会儿你那儿溜达溜达 晚上有人来吗 晚上应该没什么人敢来吧 这地方也挺恐怖的 就怕有个真的 晚上没有人直播 晚上要直播指定爆棚 我如果晚上敢在这儿直播的话 我觉得咱们直播间的话 人数至少要两万 贼可爱这俩猴是吧 这地方现在没看到有人管理啊 电是太阳能吗 不是啊 在地下有管 有这个管啊 就是一看就是电线 在下面有电 门票的话忘记应该是20米 有真的早把人吃了 手机有信号啊 现在手机有信号 看到没 哎呦我去这风太大 对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还下2000我们点赞到18万 大家加油 我们点赞到20万 这里大家发红包 怕什么有人管的 监控摄像头覆盖的 哥哥你多带点人 晚上来直播 我天你们那么厉害啊 怎么看不见人呢 哎没人不费店吗 哥哥你多带点人 晚上来直播 我胆子没那么大啊 谢谢朋友们啊 大礼堂可以进吗 可以进 你不怕变成真的吗 石油没了 枯竭了就废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石油枯竭以后 石油小镇的人都搬走了 不要去沙漠吗 沙漠今天沙尘暴 今天敦煌市区五到六级峰 阵峰七到八级 所以没法再市区直播 你一个人吗 我和我朋友 对还在动啊 谢谢朋友们 点赞支持 想看沙漠的朋友 多多关注一下 然后想看雪景的 想看草原的 隔队市民 户外主播 我会一直走 一直在给大家直播 户外的风光 也会给大家出些攻略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 现在是一个旅游景点啊 所以现在的话 每天有好多的朋友都会来 后面还有个人 你看见没有 后面还有个人 看好吗 这里离敦煌 110公里左右 后面还有个挖掘机 可以去剧院看看吗 剧院里面有点吓人 哥哥问你好几遍了 在哪呢 真哪呢 我没看见 我现在在甘肃的石油小镇 往远处走走 后面有个挖掘机 有个挖掘机在干活呢 大家别吓唬我 这个地方是一个 现在是个网红打卡点 所以大家也不要弄 弄出这么多紧张的气氛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是拍这个九层妖塔的打卡点 在甘肃 是大礼堂那边就看了 动了 你摸它一下 等会它停了 我就给你们摸一下 好不好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过段时间 就去这个翡翠湖 恶魔之眼 查卡岩湖 然后青海湖 都会去那看一看 这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朋友们 现在是从这个东北 走到了西北 都不知道这地方 不知道吗 甘肃九泉的一个打卡地 叫做石油小镇 因为这地方原来是产石油的 所以周边的话 非常的繁华 石油枯竭以后呢 八几年的时候 这边的人全部大迁徙 搬到了附近的镇子里面 这边就变成一个荒城 没有人在这居住 后来呢 拍摄过几部电影以后 这个地方才开始火的 现在的话 好多游客来到这儿 都会来着打卡一下 这边的话呢 拍摄了九层妖塔以后 所留下来的 这个叫做红吼啊 弄沙雷 这不是鬼吹灯拍摄地吗 对 没错啊 就让大家还原一下现场 让大家感受一下 哎呀 在电影里面拍摄的这个 电影里面的一些画面 在我们的屏幕里面出现了 所以就挺神奇的 也挺酷的 这个电影叫做 鬼吹灯之九层妖塔啊 他不动了 你摸一下他 想不想让主播摸一下他 如果想的话 我们扣播665 让你们去感受一下 他啥做的 其实没那么可怕 大家不用担心啊 湖八一呢 我得去找一找 给大家看一下啊 哪儿啊 我们现在是在石油小镇呢 在甘肃的这个酒泉 网红大卡地 小心触见 那个爪子在动 那是风吹的 我给你们去看看 它是啥样 是软的 看到没 手切捏到嘴里 我没有那么胆子大 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咱们也不是探险类节目 只是最近的话 风沙比较大 没法在沙漠直播 市区都是沙尘暴 我们就来这给大家直播一场 去过了 没有啥看的 怎么说呢 就网红大卡地的话 也就是来感受一下拍摄的现场 你要说能玩啥 这就是一个荒城 那确实没啥好玩的 对不对 踹踹一讲 别了啊 橡胶做的 对橡胶做的啊 我们在九泉的阿克赛 阿克赛这边的话呢 据说牛这个羊肉比较好吃 羊奶也比较好喝 然后我们过来的话 确实看到旁边 欢迎有现某人 确实看到旁边 好多好多的羊群 在这边 胆子小还敢摸啊 假的东西我肯定是敢 然后但是那个嘴 我是不敢放 因为你看着那个 这个东西特别大 你知道吗 它在我旁边 它就像一个 它跟它比车 跟车差不多高 挺高的 所以走到旁边的话 就是有点恐惧感 四五年前过去的时候 没有这俩怪兽是吧 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现在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没关注的 我们多多关注 一会儿它就能动了 一会儿它就动了 来看看全景 好嘞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了 如果是真的 格格敢在这直播嘛 对吧 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吧 我们抢一波福袋 点一个灯牌 去抢一个福袋 头像旁边的小红心 我们可以一抖避点一个灯牌 加入一个粉丝团 然后这样的话 每次开播就会得到提醒了 咋不动了 就是咋不动了呢 现在来不需要门票啊 现在来的话是不需要门票的 对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没关注的 我们就点播关注 好不好 头像旁边的小红心 可以一抖避点一个灯牌 加入一个粉丝团 这个地方现在不用门票 已经放弃了 没有 忘记的时候需要门票啊 忘记的时候是需要门票的 全景啊 看看怎么才能拍到全景 好像九层妖塔 不是在新疆 这个地方是新疆甘肃 还有这个青海的三省交汇地 九层妖塔重新看了 你来妈 就动了 吓我一跳 这两个怪兽在玩汽车 是不是姚晨那个电影 说的没错啊 这就是姚晨那个电影 看到没有 是不是动了朋友们 看到它动没 看到动了朋友 扣播66啊 对我是在阿克赛啊 不是阿克苏 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说的没错 这里就是石油小镇 以前连人都没有是吧 看看咋动的 红好说的没错 好可怕 别害怕啊 不是真的 但是确实很大 然后一直在动 看到没有 是不是在动 对我们现在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叫做红吼 动了 是不是动了 看到了啊 对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帮哥哥再点点赞啊 有蛇吗 没有蛇 怎么动的 有电呗 嘴大象摇晨 是不是有一个真的在对面 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 对面还有一个 你能近点看看吗 近点也行 电动呢 肯定是电动呢 有没有一种恢复到电影场景的感觉 这是啥啊 他盯着我 得一只火了 他们说让我得一只火去放雪箱的大石碑旁边 你说 厉不厉害 地下的东西啊 地下有电 咬着手了 咬不着啊 小心 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啊 好真实啊 是不是特别真实 有没有一种那种质感 特别像是就是电影里面的场景 真实的要出来一样啊 现在不需要门票啊 点赞 别停 谢谢朋友们 主播说说这里的故事怎么变成空城呢 因为这边原来是个石油小镇 后来石油开采完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气候非常的恶劣 海拔在2800 风沙又非常的大 所以石油开采完以后就统一迁走了 但是说的比较神奇的是统一 83年统一迁走的 这样的话就觉得一夜之间这个变成了荒城 就觉得有点神奇 有点恐怖的色彩啊 但实际上是因为这边的石油开采结束了 后面确实还有一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这个也在动啊 上面那个比较萌是吗 哥哥找游侠去礼堂啊 行 一会儿我带大家去一趟啊 去一趟这个礼堂 礼堂里面就是反正有点空旷 进屋里看看 你们想进屋看吗 他背面 他背回月牙泉啊 明天 我昨天晚上回敦煌的 今天早上10点40去了月牙泉 但是月牙泉 今天的话就是 看不清沙漠 根本看不清沙漠 风沙太大 现在不需要门票 这个电影在这见过是吧 这个地方是拍那个 看上面的也在动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拍 是拍这个九层小塔的地方 这也在敦煌吗 这里敦煌116公里 这个也是在动 这是个小镇叫阿克赛小镇 谢谢小方送来的 感谢小方送来的纸贺 蓝州到九泉呀 我们现在的话不是在九泉的市区啊 这个叫做红猴 对 忘记的时候20米啊 鬼屋在后边 这是怪兽吗 这是我们去拍 那个 拍这个九层腰塔里面的小怪兽啊 叫做红猴 进屋看看吧 一会儿我给大家进屋看 李唐可以去吗 李唐现在可以来 欢迎紫太阳啊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对 双击屏幕再帮各位订点赞 我们往前走走 风好大呀 今天全天的风都特别的大 又是这个地方 因为今天 今天的话 风市区是在七到八级的震风 所以没办法在那边直播 只能来到这 一个人不怕吗 记得后面有光彩小学 后面就有光彩小学 光彩幼儿园 游客多吗 刚才有那么十几个游客 现在没有了 看见挖掘机了 对啊 旁边还有工人在干活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地方的话 虽然看起来比较荒凉 但是还是有人管的 他的嘴变得好大呀 这个地方是一个影视基地 然后风沙特别大 这个应该是大家说的 那个 理发的地方 晚上准备到哪儿住 晚上回敦煌呗 晚上回敦煌 然后明天的话 我要早一点去这个沙漠去看一看 如果沙漠的天气还不好 还有蓝色预警的话 我们就不来这儿再 看看去嘉玉关吧 或者是去 或者是去这个石山亚丹要看一下 石山亚丹可能比较远 反正我是喜欢播这个户外观光的风景 所以大家喜欢看这个西北风光的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网红达卡地 在这个石油小镇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沙漠 看亚丹地貌 看丹霞地貌 然后喜欢看这个冰川 雪山 喜欢看盐湖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好吧 关注我们再走上一波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个关注不迷路 头像旁边有小红星 也可以一抖避点个灯牌 加入格格的粉丝团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看一下格格发的作品 看一下那些风景你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你可以点个关注 还差4000 我们点赞到20万 点到20万以后 然后上面还有红包 一会儿这个红包抢完 我们再抢下一个红包 点个灯牌去抢一个福袋 这是石油小镇 说的没错 这地方叫做甘肃九泉的阿克赛石油小镇 这个地方原来是阿克赛的石油 石油小镇这个老县城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石油都开采完了 这个地方早就已经荒废了 其实在我们中国荒废的石油小镇很多 但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出名 是因为他曾经拍摄过九层妖塔 公交车站 公交车怎么放上去的 固定在地上的 礼堂里去看一看 我们再往前走一走 礼堂在哪呢 就在这里 这个场子里面就是礼堂 欢迎雨伞哥哥 晚上去鬼屋 你们胆子真大 喜欢听你的声音就关注你了 谢谢 对 这就是波罗转井小镇 这个地方的风真的很大 像犀牛在动 它不是犀牛 它是我们看九层妖塔里面的红猴 你一个 你一个九泉人都没来过 是吧 这地方人多吗 这地方没有人住了 它已经是一个荒城了 对 波罗转井小镇 波罗转井小镇 这地方已经是个荒城了 这你来过是吗 朋友们 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就是挡金山 然后山上还有雪呢 但今天因为风沙比较大 所以 就是看起来是雾蒙蒙的 这边大部分确实比较荒凉 所以你来这就像我前两天去那种沙漠 你会感觉是那种荒芜的美 谢谢红海送人的行星 景区在哪啊 景区在这个 我们这个景区在哪里呢 是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为什么荒废了 因为石油采完了枯竭了就荒废了 一个小镇子说的没错 走啊走啊 上哪 上这屋啊 走走走走走 有人大 咱们从这进去的啊 这不是那个礼堂吗 是礼堂吗 我不敢去 你别吓唬我 啥地方 我立马去屋里看看啊 安全吧 我们去这 这是一部啥呀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整得这么神秘 前面路是平的 可以到青海 翻过挡金山就到青海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 青海 新疆 还有甘肃 三省的交会处啊 我跟我朋友到屋里面 领搭去看看 我自己不敢进啊 然后我可以领搭去这个 工厂门口看一下 这里有啥呀 这有啥呀 有密室吗 有个密室啊 这里头 这几天住呢 我住敦煌了 哪个是密室 那个里头啊 你敢进去啊 里面有啥呀 里面有个二层 有个二层 我不敢进 里面有啥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就那个 就是礼堂吧 对 是不是那礼堂 对 然后里面有个密室 是不是就他们拍 那个找到古墓的地方 我陪她去说别看 别看 别看 我不去 我不去 我也快出来了 怪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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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想去 吓人没有 不建议你们进去 我是不进去了 太吓人了 我们到外面看看 今天风太大了 这是新疆吗 这不是新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我领大家去教堂了 刚才那就是教堂 进去看看人多一点去 进去了今晚就睡不着了 可不得稀稀利 进去了今晚就睡不着了 胆太小了 两千多人陪你 你怕啥 我怕没信号 骆成 为什么没有绿色植物啊 甘肃这边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貌 山上面 尤其这个季节啊 等到 上面长得像 小小的像苔蠐 像草一样 等到过段时间 春暖花开了 上面也是绿色的 我们一路过来的话 感受就是 特别的荒芜 这个地方 风还特别的大 今天什么装扮 跟昨天一样啊 看到没 这边有信号 有信号 什么小镇 叫阿克赛小镇 对 这是废弃的车子 刚才我们进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一个老工厂 你们知道窗户 你看看窗户的玻璃 都可以变成像 粉末状的 就是长时间被封杀 吹完以后 就变成这样了 主播我不看你 我知道这车子 是不是模型 不是模型 是真的 这里开采了石油 开采了几年 大概要开采 你看从50年开始 左右这边建的镇子 从八几年才搬走的 大概也要十几二十年呗 把车拉走吧 休休还能玩 你们真厉害 我给大家看看 上面还有一只红猴 然后后面的话 这房子全部都塌了 看到没 之前是不是这里 发生过什么事 之前这个小镇的话呢 全部都搬走了 这边是因为 今天不害怕了 害怕了海大哥 我也不敢进 屋里不敢进 外面不害怕 外面这个小怪事 都是假的 就没啥好怕的 是不 这里是石油小镇吗 对 这里就是石油小镇 欢迎朋友们 走进各位的直播间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这个 答应大家去沙漠 看晚霞 一定要去的 只是最近的天气 不是特别好 所以大家呢 可以先关注一下主播 然后这两天呢 就领大家去看一看 好不好 门票不需要门票 进去了 那个人叫啥名 车上面的动物 头在动 对 在动 头动了 你们不要觉得慌恐 他确实在动 来探险的人多不多 我听说有人 特意来这住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胆子有没有那么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没关注的 我们再多多关注 淡记不要门票 旺季的时候20米 怪兽在吼 你看吓人吗 我就问你们 这场景 你晚上敢来住吗 敢来住的 我扣播一 我看看都谁 胆子那么大 谢谢我聆听 自然存款的心心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然后再次帮哥哥 点赞助理一下 好不好 对 点赞助理一下 你们真 你们胆子真大呀 什么地方 你们都敢来住 是吧 灵儿老想来着住了 扣二的是 一定不敢来的 好好好 你们真厉害 那这样吧 咱们改天组一个这样的团 让你们晚上在这 探个血 来住一晚 里面不怕 九四 前创人家一样样的 拉倒吧 老海大哥 跟前创人家 我不敢 我也不敢 我看我都不敢看 那个跟那个 前创人家可差远了 这里面可连炕都没有 那是啥都没有 一片荒芜 对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那个礼堂 刚领大家去看过 大嘴你怕呀 谁到了 反正我是胆挺小 这叫什么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也不怕 你真厉害啊 一件都 怪兽靠什么驱动 靠电啊 理发店在这呢 我大家看一下 这理发店啊 对谢谢朋友们啊 然后我们今天是在 这个网红打卡地 石油小镇 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然后我们这两天的话 因为风沙比较大 在甘肃西北这边 风沙就是很大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秋天都是经常杀神暴 所以等到天气好了 我们就去 我们就领大家去沙漠 看日落 看这个美丽的驼队 所以大家没关注的 我们可以再关注管 把这个关注的走上一波 最近我一来这直播 我就总发现 我的嘴在飘 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因为海拔太高吧 气传不上来 这地方的海拔是真高啊 这地方的海拔 现在是两千八 你去当县长 这地方随便啊 整个镇子都可以是女的 没有人 风真的特别大 你想当傻掌 你就可以当傻掌 上面有一只牛吗 那不是牛啊 那叫做红吼 是拍九层腰塔里留下来的 这个就是那个理发店 这就是那个理发店 教堂你们做什么 咱们看那个九层腰塔里面 不是说教堂下面有一个洞 可以直接到古墓吗 所以很多朋友都要去干教堂 我们今天进去看了两次 我看到下面有好多地方都挖开了 我不知道那个洞在那 因为咱们不是探险类的节目 我也没有下去 这个地方毕竟是一个拍摄地 它也不是真的 风吹的嘴都干 特别干 哄吼在演讲 挺像的是吧 谢谢英子 感谢朋友们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然后我今天的任务是不完成 谢谢大家 双击屏幕再帮哥哥点点赞 就是那个礼堂 裤上床单呼呼睡到天亮 你真厉害啊 灵儿 上面那个红好穿着衣服吗 有点像是吧 克拉玛依吗 这地方不错好玩吗 说好玩的话 就是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太好玩 就是觉得曾经在这拍过 拍过这个电影 尤其九层腰塔 我是挺喜欢看的 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酷的 一直在点 手都点锁了 你们辛苦了 太辛苦了 而上面我的真优美 给大家发了红包 大家可以去抢抢红包 好吧朋友们 晚上出来有点恐怖 那肯定是有点恐怖 因为晚上这动物 一直在叫你说恐怖 我最近觉得这两天 吸了不少的灰尘 有没有我们本地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一下 这么大的灰咋办 真的我就觉得 我的围巾上面都是灰 大家是怎么在这边保养的 谢谢我细细力送来的大啤酒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是在这个阿克赛 阿克赛 你发电进不去 它门是锁着的 这边只有几个地方可以进去 一个是那个学校 一个是那个教堂 戴口罩是什么 石油小镇在哪 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附面膜戴口罩是吧 那我都做到了 但我仍然嘴都特别干 就脸很干 嘴都是干的 挡金山 对就在我后边 就是挡金山 挡金山 山上面还有雪呢 因为它海拔比较高 然后这边气温 其实也挺低的 现在十度左右 然后挡金山的话 海拔高度为三千八 我现在都是两千八 对离这个发射火箭的地方近 离九千八 哎妈又叫了 它又动了 看着吗 它又动了 气候特别干燥 所以来这边的话 你会感觉真的是一片荒芜 尤其这个石油小镇 你会觉得挺荒凉的 所以为什么可以在这边 拍出这么多的影视剧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现在门票不收门票 道具做的还真香 特别香 为啥害怕呢 刚才去那个教堂 然后看到了后面的坦克 你可以去看一下 坦克不让直播 直播以后有可能就会被提醒 吓勾呛 你喂个鸡腿 我现在还想吃鸡腿呢 是吧 对 格格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石油小镇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要走西北环线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看西北这个风景 盐湖 沙漠 山川 戈壁 亚丹地貌 丹霞地貌 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 好不好 然后这个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这是啥呀 这是这是影视拍电影的地方啊 万一跳出来咋办 不用害怕 关注先走上一波 有了关注我们就可以常来常往了 好不好 爱上大西北 你会爱上大西北 哪个城市 我们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没点关注我们多多点个关注 为大家发一个福袋 然后头像旁边的小红心 一走壁可以点个灯牌 大家可以去点一个灯牌 去抢一个福袋好不好 看看我后面的大客车啊 没问题 来游客了 你看看这不用害怕了 人来了 人来更不用害怕了 是不 建议再多建一些老建筑 这老建筑是纯纯原来的老建筑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后来建的 这个是什么啊 这位转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大客车 我们现在在影视基地啊 为什么会动 太阳能吗 看到没 这下面有垫啊 下面有垫 这不是个小镇吗 对 这叫做食人小镇 人多壮胆啊 对 人多了就不害怕了 可以 可以再近一点 可以 鬼吹灯的拍摄地啊 现在就是在这个鬼吹灯的拍摄地 看到没 这两个大怪兽 隔个什么时候去下一站 我是想最近一段时间 在山盟给大家拨完晚霞 拨完妥队以后 再去翡翠湖 因为现在青海湖还没有开化 然后茶凯岩湖的话 也不是最美的时间段 所以可能要再稍往后拖一拖时间 因为我来的确实有点早了 在这边无意以后是忘记的原因 也是因为从无意以后这边会比较美啊 有电呢 所以我都扶着拍了几张照片 对有电 为什么做恐怖画面的 没有做恐怖画面 这个地方的话是这个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所以就在这边给大家进行直播 九层腰塔的拍摄地说的没错 然后隔个也不是就是经常拍这个叫什么呢 网红打卡地吧 这是一个 一般都是直播那种大的风景 我们最近的话因为天气的原因 所以来到这边给大家直播凉场 隔个昨晚在这住的 你们信吗 我昨天晚上在这住的 隔个不看雪橡了吗 雪橡的雪景的话 现在都已经差不多开始慢慢开化了 这个怪兽好看吗 这个怪兽不好看的比较特别 一会儿它就动了 我信啊 信啊 多变成 多拍变一些老房子 可以在这拍一下西部的电影 咋说呢 这个地方曾经拍过西风烈吗 还拍过这个英雄 然后拍过很多这个电影 咋不动了 谁到了咋不动了呢 这个怪兽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了 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们敢站在旁边吗 你进来吓你一跳 只要养宝宝 别害怕 各位宝宝 各位宝宝 别害怕 哥哥你来新疆了 又不动了 是的 新疆的话 等走完一圈西北再去新疆 你多走走可以吗 我刚 对还有天降熊事也在这拍 啥地方啊 我们现在是在西北的一个影视基地 对就是拍这个鬼吹灯的 在阿克赛没错 我们就是在阿克赛的这个石油小镇 九层妖塔 对对对 眼睛眨了一下 又动了又动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远处的这个 这些朋友啊 和这个怪兽比哪个高 是不是有一种 电影还原的感觉 去过是吧 谢谢星空送来的星星啊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地瓜来了 妈妈还在找你呢 我用的是水果石啊 吓人了 别害怕啊 觉得害怕的朋友 就先出去转一转 然后这两天天气好了 我会给大家直播大风景 几辆彩色的这个基督车 拍照就好了 感觉好生气了 这小镇还有封闭的部分 不让近的 你往前走走 翡翠湖比这儿好 翡翠湖很漂亮 然后我要等后续 我的小伙伴们都过来 我们再去 这算是一个 对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一个有事基地 它叫做石油小镇 过年的时候来过是吧 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啊 都来到这儿感受一下 我去能动啊 能动啊 看了没 一直在动了 看了没 所以有没有一种 那个现场画面还原的感觉 今天人多 今天人多 小姐姐吓懵了 我昨天就这状态了 来一直真的都吓跑了 来一直真的不是都吓跑了 肯定要吓死 啥地方我呢 吓一趟 我现在是在那个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因为九层腰塔 所以才有情节是吧 很多朋友 年轻的朋友特意来到这儿 就是因为喜欢看九层腰塔 然后才来到这儿 感受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个怪兽会吃人吗 不会啊 来的只有一直是真的啊 就谁也跑不了了 现在想住这儿的话过两天忙了去住上一晚 你们胆子真大啊 怎么动了 他就会动 因为他有电 所以会动 今天风沙特别大 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没有去沙漠给大家做直播 这两天风 风不大了 一定要去沙漠给大家直播一场美丽的晚霞 美丽的日落 美丽的月牙拳和驼队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好不好 然后格格是一名户外主播 领大家去看户外的风光 过段时间会去翡翠湖和查卡盐湖 对主播要走上西北的大环线 今天走的是这个网红打卡地 这个地方叫做阿克塞的石油小镇 因为这个九层腰塔 所以对这里特别好奇 是不是 这里不是在月牙拳的旁边 月牙拳离敦煌的市区大概五公里 这边离敦煌的市区大概开车 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因为最近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有些景点我们直播不了 只能来到这 是不是拍过电影 对这边 欢迎我真有美又回来了 是拍过电影 拍过九层腰塔 拍过西风烈 拍过英雄 拍过那个天降雄狮 对谢谢朋友们 点赞助力一下 上面还有福袋 点灯牌可以去抢一包福袋 好不好 来了好多这个小哥哥小姐姐 都是年轻的漂亮的 看这个晚上会不会做噩梦 我昨天以为会做噩梦 但是昨天确实觉没睡好 对这个武威啊和张燕啊 全部都是河西走廊上面的一个重要城市 所以到时候惠里纳再走上一圈 哥哥在哪呢 王氏随风 王氏随风哥哥来了 别吓着你啊 我在影视城呢 在这个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今天的话因为天气的原因 别的景点播不了 我就来到这儿给大家进行直播了 会不会吃人 不会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新景点 四一城来了 这个景点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石油小镇 去年的哪儿是在这儿拍的 去年的铁血蛟龙也是在这儿拍的 是吗 旁边有挖掘机 而是在那修路呢 修东西呢 是起雾了 是不要起雾了 今天的那个啥 今天的那个明沙山就是在雾气当中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做直播 只能来这儿啊 这是片场 对了 四一城啊 这就是一个打卡地啊 谢我随风哥 随风哥哥好久不见了 在这儿留了多久了 该回去休息了 在这儿大概直播了三个半小时左右啊 进屋看看吧 今天我已经突破了自己 在这儿已经进屋看了好几回了 谢谢我司机陈啊 感谢朋友们 谢谢思路任你游 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 对这个格格市民户外主播啊 然后之前是在雪箱做直播 所以大家已经在直播间都有点害怕 说这雪上哪儿了 怎么来了两只大怪兽 然后现在我是在西北大漠 给大家直播这个沙漠上的风光 因为很多朋友没有看过沙漠 朋友们你们看过沙漠吗 看过沙漠的朋友 我们扣播一 没有见过沙漠的朋友扣播二 我看看那家 对沙漠的一个向往是多少 可以去旅游了 对可以来旅游了啊 再看看呗 我刚进来 来吧再看看 在这儿拍过电影九层腰堂 九层腰堂就是在这儿拍的 对没错 你看看 好多朋友是没有看过沙漠的 然后对沙漠的话 也可能是满满的好奇啊 所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给大家直播沙漠上的风光 沙漠上的日出和晚霞 都是特别的美 那种辽阔的 荒芜的 大气的啊 那种就是很孤寂的美啊 所以大家没有看过沙漠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主播 最近一段时间的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你去过沙漠是吧 九层腰堂的拍摄地 到几点下播呢 播着看吧 然后今天应该播到六点多就下播了 昨天播到了将近八点多 今天早点下播 这里的门票是多少米 这边的话忘记是二十米 现在不需要门票 这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啊 月牙悬啥时候播 本来想今天去播 结果今天七到八级大风 没法播啊 你想想沙漠上的大风 就没法睁开眼睛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就还回到了这儿 这动物是动的 你看到它动了吗 这是什么啊 这是红猴 是九层腰堂的拍摄地 对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感谢大家 看看后面还有一个小孩子来这儿 他都不害怕 看到没 没看过沙漠 都是汗牙子 我原来也没看过沙漠 来沙漠的话那种 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不跟大家讲 当我骑上骆驼了以后 然后就是当骆驼脚踏黄沙那一刻 我都觉得震惊了 是这种感觉啊 原来是 踩在沙漠上 原来是跟沙滩不一样的感觉 九层鸭塔在哪 九层鸭塔的话 据说这附近确实有这个墓地 是西下的大墓 然后但是呢 它不是九层 是七层 上面三层 下面四层 那现在不让参观啊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这个是个墓地嘛 所以九层鸭塔的话 那个塔不是在这啊 请问这是哪 我们现在在这个 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地址发一下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谢谢 感谢用户1653来了 谢谢送来的鲜花 感谢杨宗送来的新鲜 谢谢在湖 谢谢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小新鲜助力啊 欢迎朋友们 走进直播间 九层鸭塔在兰 在都兰县是吧 谢谢 感谢缺席啊 这里是九层鸭塔的一个重要拍摄地 你看他眼睛动了 你看看他 旁边这个美女站在他旁边 你会发现他和这个一个比例吧 所以他挺大的 没电了 你看那一会儿还会动啊 一会儿还会动 看不见主播啊 看主播 主播的话现在也看不见啥 能看得见吗 风特别大 看到没 风沙特别大 风大到什么程度 就感觉好像要把人吹跑了 后面的话呢 就是那个光彩幼儿园啊 风大嘛 超级大 别的景观有吗 这就是一个影视城 一个影视城 我给大家再往前走一走 树都没有叶子 这个时间段的树就是没有叶子 因为现在的话 就是春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吧 我觉得 为啥都没了一夜之间 这个可能是一个谜吧 这个一夜之间都没了 也是很多朋友的说法 实际上可能因为石油小镇的石油开采完了 枯竭了 大家就陆续搬走了 这个地方的话 说来也挺奇怪的 你说石油小镇 这个石油没了 大家都搬走了 但却搬到很近的地方 离这附近只有20多公里 也许是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 然后风沙比较大 条件比较恶劣 然后又没有了这个石油 周边离其他镇子都比较远 所以大家就搬到了其他的地方了 如果你家在哪里 我家呢是在东北 你们那树叶都发芽了 是吧 这边的话天黑的也晚 天亮的也晚 然后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话 就相当于10度左右吧 每天 哪个油田 我们现在在阿克赛 阿克赛不是新疆在甘肃 看到远处的山了没有 远处那个山呢 就叫做党津山 翻过去以后就到青海了 所以这边是青海 新疆和甘肃三省的交汇地 这个就是我们在电影里 看到的光彩幼儿园 看到没有 东北的跑甘肃来了 东北的跑西北来了 看个幼儿园 幼儿园是这个后面 应该已经就是没有了 后面那个他们说是学校 幼儿园说是医院 所以我不敢进 这边已经荒废了 大概30多年了 这些老房子都还在 所以我们在想 30多年老房子还在 这个房子的话建的还 就是按我们现在来讲 还挺时髦的是吧 感觉世界末日一样 一种荒芜的感觉 没有雪 人在这怎么生活 这地方现在 没有人在这生活 这地方就是一个影视城 特别的荒芜 哈哈害怕呢 是吧 去看看 你们胆子还真大 再次感谢我榜上的各位家人们 大家给这个 感谢榜一的林二 因为是私密账号 所以大家没法关注 大家给这个榜二的大嘴 来播关注 大嘴也是这个 户外主播 然后榜三大美女 是我们哈尔滨老乡 关注走上一波 这个榜四的往事随风哥哥 是哥哥的老朋友了 然后大家关注走上一波 特别关注 特别关照我们户外主播 然后感谢这个榜我的毛毛 毛毛地瓜来了 谢谢缺熙 大家给榜上家人们 也来播关注 谢谢大嘴送来的纸贺 纸贺任务还没完成呢 随便去看 随便来看 挺干净的 路上没有垃圾 来这的话 大家可能都比较自觉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风非常大 都吹跑了 这地方晚上害怕 晚上肯定特别吓人 谢谢林二送来的纸贺 谢谢朋友 谢谢英子送来的信心 给你们看看这树 还差三个纸贺 三个气球 没事 能完成就完成一下 完不成就拉到 有卫生间吗 这个地方卫生间现在没开 景区现在应该没有正式开放 给大家看一下风有多大 为啥今天没有上沙漠的原因 就是风太大 这房子不是地震破坏的 就是常年没有人居住 再加上拍电影的一些居住 这飞机不是真的 房子是真的 房子为什么都塌了 老房子啊 没有人住的时间长 这房子又塌了 这是哪啊 这个是一个影视城 叫做石油小镇 石油小镇大家听过没有 听过石油小镇的朋友 扣博一 我来看一看 对 这就是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你说的没错 飞机也是拍电影的时候 留下来的 我今天说去沙漠 是因为今天的风特别大 今天沙漠阵风是七到八级风 我们要直播的话 也要有一个直播的条件 才能去直播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一定会领大家去 大家的话可以多多关注 然后过两天会领大家去 翡翠湖 领大家去翡翠湖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我今天早上得到的通知 我就把它截屏了 本来想领大家去看这个沙漠 但是你看今天3月14号 9点40分发布的 未来24小时之内 市区仍然是出现五到六级大风 阵风是七到八级 还带有部分的沙尘 所以就有沙尘暴没办法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是阿克赛 哪个省啊 具体的坐标 就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对谢谢朋友们送来的新兴 感谢大家 哎呦这大风 和你手机一样 对这里就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穿越 罗布博 这是啥 这是一个影视城 影视基地 就这个地方才 不会受到风沙所影响 都可以来这直播 所以今天的话 还要跟老朋友们见个面 我们就在这直播一天 这个怪物下车了 昨天趴在车上 啥时候昨天趴车上 你特别吓唬我 还动呢 看看没 对火箭发射地的九泉 但离九泉市 还有几百公里 九层 邀塔拍摄地石油小镇 今天就是西风烈的拍摄地 说的没错 可以骑马吗 没马 上哪儿骑马去 搬到新县城了 是的 谢谢 谢谢 去那个大教堂 教堂我自己 哎我去看看这 风沙大不大 大教堂 你们是不是想找一下地下的入口 看看能不能走到古墓 太吓人了 你们别害怕 有小孩子的话就别进来 你刚进来飞机呢 让我看看 飞机在我身后 看他俩一会儿 去玩 我感觉一般 这个地方你要玩的话 我觉得没啥好玩 就一条街 但是就是一个很红的地方 最起码如果大家很喜欢看 那个九层妖塔 西风烈啊 英雄啊 天降雄狮啊 如果你看过这些影片的话 你来到这你就会觉得 哎还挺震撼的啊 跟我拍 就是看过的地方感受一下 就是觉得挺酷的 其他人呢 都走了 刚才不是有一些游客吗 现在走了 这是哪 这是在这个网红打卡地 西北甘肃的阿克赛 你能摸他一下吗 等会他不叫了 我就摸他一下 17年的时候来过是吧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然后格格市民 户外主播 领着大家看风景的 冬天的时候看雪景 看美丽的这个漫天飞雪 夏天的时候看大草原 最近一段时间 我要在西北 领大家走一圈西北的环境 看看查卡延湖 打卡一下翡翠湖啊 打卡一下迪奈尔湖 然后看一下这边美丽的地貌 有山川 有这个雪山 有亚丹地貌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 啊 还有美丽的大沙漠 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给主播来播关注啊 先点一个关注 关注都是免费的啊 还有4000点赞 我们点赞到24吧 朋友们加加油 还有4个人没走 在哪里4个人 真没看见啊 不知道上哪去了 天上有外形人UF 你们的想象力 还真的是蛮丰富的 我真的是 还有3个人没走 我的天哪 别害怕啊 都是假的 别害怕都是假的 这大风 这风真大啊 这是事实吗 这不是事实啊 它真的是 它怎么动的 有电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上面写 请勿触摸 小心触电 所以它不是真的 它就是拍摄电影的时候 用的一个道具 但是特别的大 也特别的逼真啊 知道吗 哪都去 你应该晚上在这拍啊 才一直盯着你看 不用害怕 真的又来人了 看到没 看到没 后面确实还有几个人 所以不用害怕 你应该晚上在这拍 我没有这么厉害啊 这个肉好吃吗 没人了 还有电啊 公交也是一比一的 对公交车也是一比一的 一直在 一直在这 是因为它俩最震撼 我是觉得它俩最特别 这两个大怪兽吧 就是一进到直播间 会有一种冲击力 就有一种 好像在那个 看电影的感觉 是吧 小狗狗要骨头 哥哥房间里恐怖嘛 房间里面挺吓人的 幸福啊 所以我不敢进房间 哥哥不回复吗 那个 最梦江南你说啥了 直播间里面待这么久 哥哥你真的是 好温柔 旁边挖掘机作业 不用害怕是吧 有挖掘机在工作 在后面呢 看到没 谢谢送来的啤酒 好想看看房间呀 房间里面 就是有点啥呢 到外面给大家看一下 房间里面就比较空旷 因为你想 都三十几年 没有人住了 所以就不太敢进去 去看一下那个教堂吧 往前走走 在门口给大家看看 你害怕姐姐 害怕咱就不看它了 看别的 谢谢我往事隋风哥哥 感谢送来的直贺啊 看一下飞机 飞机行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飞机 飞机的话 在身后也没有啥好害怕的 我再给你看看 房间里面啥样 看看那飞机里面 这里太恐怖了 我们换换地方 这个影视城不大 就这么大的地方 除了屋里面 外面就是一条主街 然后就是因为 今天风霜比较大 所以才选择在这 给大家做直播 感谢小方 谢谢送来的直贺 有啥可怕的 房子里面都是旧房子 有危险性 房子里面对 都是旧房子 这边的话 都是原来的老房子 留下来的 然后要不是因为 拍这个电影九层妖塔的话 这边可能没有这么 就可能没有什么人知道 这地方为啥就长这样 这是五几年的时候 建的房子 你想一想 年代多么的久远 然后等到八几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因为石油 被开散完了 然后就那啥了 就把他这个居民 全部都迁到附近的 20多公里以外的县城去了 这个地方原来是 阿克赛的老县城 就是在这 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拍摄完以后 这地方才火的 看到没 大家可能就是 在隔的直播间 会看到一些 电影里面的场景 所以这才是我觉得 就是挺酷的地方 还是没怎么变样 附近多月有居民 20多公里以外才有居民 对 这里就是 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荒废了就荒废了 这地方没有石油 开采了就荒废掉了 所以大家会在这 看到很多电影里面的 一些场景吧 像刚才我说 天降雄狮 英雄 九层妖塔 然后包括这个西风猎 都在这拍过 什么城市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在 这个地方呢 是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一个大人 两个孩子 刚才一个大人 一个孩子在我身后 对 西风猎 九层妖塔里面 看过这个场景 是吧 哪里啊 我们就是在这个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小镇 这里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原来叫做 波罗传景小镇 飞机不是真的吧 我觉得不是真的 我目测它不是真的 想想这里就知道 以前中东地区 也许就是这样的翻版了 车没有车牌 能飞吗 飞不了 不是说今天不去了吗 今天 今天想上沙漠 但沙漠的风太大 今天沙漠的话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天气预报 这个五到六级风 阵风七到八级 所以没法直播 只能来这 这个飞机是什么场景里的 这个飞机应该不是那个啥 应该是西风列里的 是不是 我没有看过这个西风列 但我觉得应该是那里的 那里的场景 沙尘暴 对今天 昨天看这个好荒凉啊 可以去捡宝石 不知道在下面有没有宝藏 就说下面真的有古墓 就西夏的大墓 就是在这边 然后当地啊 因为我问了一下 他们说 这个附近的大墓 应该是七层 但不是九层 欢迎911现场 来个远景 是不是西风列拍的 你让这电影又火了一晚啊 大家再看一下九层腰塔 今天就很多朋友说了 说看完了九层腰塔以后 就刷到了我 所以你说这大数据啊 去房间里面看看 房间里面 我觉得这边房间里面都挺 因为是老房子啊 所以我觉得都挺吓人的 我在门口给大家看看 这个房子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 吃鸡的游戏啊 就特别像到里面 找一些装备的感觉 看到没有 就这样里面啥也没有 九层腰塔不在这啊 其实没啥恐怖的 就这边的 不是房顶上有妖怪吗 我给大家看看 习惯就好了 还行吧 屋里面我还是不敢进 我是觉得那些老房子 进去以后挺恐怖的 就是挺阴森的 渗得慌 我们就在外面看看 刚才今天我已经突破自己 去了两次教堂 我都觉得已经是 我的极限了 看到没有 仅逐路内还是不要进去 是的 我觉得啊 你们都可以叫上几个人 来这绝地求生 里面有三鸡头 你们太逗了 为啥写禁止入院 因为可能这边都是微楼啊 就是你看好多的房子 房顶上面都掉下来了 如果进去以后 可能怕影响 怕不安全呗 对 这里没啥恐怖的 就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是吧 呃 后面有个教堂啊 我看了一个样像教堂 然后这边有个学校 也有医院 还有礼堂 哥哥直播到几点 今天直播到六点钟就下播吧 不直播那么晚了 昨天播的太晚了 没人住吗 这个地方现在吗 现在的话没有人住了 都荒废了 就没有人住了 有点像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就是九层妖塔的拍摄地啊 什么都没有 还要花钱进去 现在不花钱 免费的 你怎么没有注意到呢 这个影视基地收门票吗 呃 忘记的时候收20米 现在不收钱 现在的话是免费的 这个它也是会动的 等会儿给你们看看 它是咋动的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感谢大家 就没事帮给个点点赞 我们马上帮这个 马上点赞到25万了 我们一边看一边帮个 帮主播点点赞好不好 点一下 双击一下屏幕啊 双击一下屏幕 然后点一下下面的这个 昨天看了吓着了是吗 开车过来 开车过来一个半小时 点下面出现小星星 小手势 小头像那里头 然后帮哥点一波 我们努力把赞呢 先帮我能不能点到一个25万 然后再拿一个半 对石油小镇的 九层一堂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 我上次看你直播东北的 我现在在西北要看到前面没有 风特别大 看到没有风特别大啊 今天就是风很大 别进去 我一个人住 你真厉害啊 什么会动美女 前面那个怪兽会动 你看看啊 他会动 看看教堂啥样的 有点远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教堂 是一个球顶的建筑 应该是个教堂 刚一刮有感觉 有啥感觉 动了动了害怕 不害怕 假的怕啥样 是吧 一个影视基地 所以不害怕 我进屋不敢进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因为老房子有点阴风 有点渗得慌 里面没门没窗的 然后我就不敢进 外面的话 我们看这个小怪兽 我是真的一点不觉得害怕 怪兽的毛都没了 被风吹的吧 看过这部电影 是吧 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 谢谢大家支持 再给大家来一波福袋 好吧 头像旁边的小红星 一抖壁可以点一个福袋 大家可以加入一个粉丝团 这样每次开播 就会得到提醒了 欢迎朋友们 再动是吧 谢谢送来的最好看 谢谢朋友们 你刚看了九层刀塔五分钟 你就刷到我了 哎呦 站都站不住啊 风老大老大的 再离近一点好 行 哎呦 你眼前了 风太大了 今天 有没有人住啊 这个地方吗 这个地方 你看看前面 风老大了 看到没 现在没有人住啊 没有关注又刷到了缘分 所以就关注了 是吧 九九 真的是缘分啊 对 谢谢朋友们啊 感谢大家 然后格格呢 平时不是直播影城 我们直播的是风景 最近的话 大家看到我们在这的风沙都特别大 所以没法给大家直播沙漠 我现在在敦煌住呢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会给大家直播敦煌 或者敦煌周围的美景 然后下一步我们要去青海 给大家直播这个美丽青海的这个粉碎湖啊 去这个大柴蛋 所以大家喜欢看风景呢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好吧 是我花眼了吗 怎么看到怪兽在动呢 你没花眼啊 他就是在动啊 看到没 他就是在动 对我们在党金山的山下啊 远看一下教堂吧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怪兽也在动了 看到没 他也在动了 我看天气预报的话 应该是今天 今天晚上七点以后 应该风就没有这么大了 我不知道明天是啥样 你看到远处没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个教堂啊 这是啥是真的吗 假的 是一个影视基地 我们现在在九层一塔的白山地 在这个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这里用电吗 当然用电了 不用电 他咋动了 是不是 他咋又不动了呢 还说晚上在这里过夜 不是教堂是吧 咋一个人都没有呢 刚才有几个游客 现在没有 因为今天风特别大 他可能都没有出来玩 是怪兽动还是被风吹的动 是怪兽在动 可能辛苦了 谢谢开心啊 怎么弄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它是甘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叫做石油小镇 因为这个地方拍过很多的影视剧 所以特别的出名 很多朋友来到这都会来这看你 所以现在即使不是忘记啊 我们走到这的时候 也会看到很多团队过来 这就是现在啊 当时已经会去广州的 有个挖掘机啊 是 挖掘机 里面还在这个施工呢 所以灰尘很大啊 旁边 挖掘机在挖什么 不知道啊 昨天还没有呢 今天就来了 好大的风啊 特别大的风啊 小文 弄石头扔一下看看 人家这个是拍电影用的啊 咱们扔一下 它不就 不就把它弄坏了吗 为大家看一下后边的房子 残垣断 大家知道吗 就这种感觉啊 这个房子的话已经就是几十年了 的 对这里是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小石油小镇 挖宝石呢 能吗 风太大了 今天 风大都走不了路 你知道吗 风大都走不了路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感谢大家 看到没有 前面还有两只小怪兽 有石头很不错 我的车吗 你说哪个 前面 不是我的车啊 这边是拍照的时候用的 我不知道他们前面在施工 施工些傻 看到没 上世纪应该挺热闹的 真 这个地方的话呢 咋说呢 在 五几年的时候开始建的 然后 就说83年的时候就搬走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原来是一个石油重镇 就说非常的繁华 风啊 这里就是那个理发店 昨天刚看到另一个 是不是开发了 没开发 还是原来那样 原来那样 它不是一个塑料的 它是软的 像橡胶的一样 一天就把它吹黑 对 所以我来这的话 一定要戴上面罩 不然的话早就被吹黑了 九层腰塌的广告 哎呀 好大的风啊 等这波风过去 我们就往前走啊 进屋看看 这个屋是锁着的 这个屋锁了 没法进去 零啊 我也不知道它在挖啥呢 赶紧往前走 啊 风太大了 看到没 不行了 还过不去啊 风太大 沙尘爆了 这是哪啊 主播 我们在甘肃九泉的 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对 一会儿把哥哥吹跑了 哎呦我去 风太大 真的风太大 谢谢欣欣 感谢朋友 不行不能往那走 还得往回走 过不去啊 这边因为它正在扒 那个 谢谢小方 感谢小方送来的气球啊 把面纱遮好 我一直在遮着 要不遮着的话 真不行 都走不了路啊 风太大 哎 前面飞机 上面 飞机上面没有吧 啊 谢谢小方送来的心心 给谢小方的知识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就我和我一个朋友在这里 对 九层小塔的拍摄地 怪不得都搬走了 不好住啊 真不好住啊 这地方没法住 这地方风沙太大了 知道啊 而且海拔特别高啊 这个地方的海拔 现在是两千八 上礼拜去救我自己 你这么厉害吗 宁夏嘛 不是在宁夏嘛 在甘肃吧 昨天 昨晚住在这里吧 你们信不信 我昨晚住这了 没有什么人去啊 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来的人不多 但是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等到这个 等到这个忘记的时候 就有很多朋友来这来感受 能录屏吗 当然可以了 一会儿就证明 给大家来个录屏 对 在石油小镇 现在阿易送来的真好看 一片荒雾 真的是一片荒雾 看到后面那个山没有 后面的山海拔 这边有酒店吗 啥也没有啊 成都哥 有酒店谁敢在这住啊 我感觉这地方 感觉见不了酒店 它离旁边的镇子 大概有二十多公里 前几年去了 人还比较多 是吧 活了快想看到肚子 为什么一夜之间消失 可能石油开采完了以后 大家就牵走了 怪兽我先挪了一步 真的假的 这里不好玩啊 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 它就是拍过很多的电影 很多电影在这拍摄的 所以这个朋友们 大家如果没有来过 你就在我的直播间里面看看啊 如果你对这几部电影 特别感兴趣 也可以来这个网红大法地 感受一下 反正做的还是挺逼真的 怪兽今天不动 动动动 给大家看一下 它动 看到没有 是不是动了 你刚路过是吧 这不是在青海 青海在哪呢 在我现在 后方的这个挡金山的后面 就是青海省 可以录屏啊 浪迹天涯 来一波录屏吧 准备好了没 录完屏以后 绝对跟电影里面放的是 感觉差不多 尤其现在没有游客 现在远处来了 一二三四 四个游客啊 准备好没 三 二 一 录屏 开始 OK 录屏结束 什么电影 九层腰堂 奥藤曼 小怪兽呢 对 喜欢户外风光的朋友们 可以多多点赞 支持一下 然后也可以点个关注啊 这叫声 这叫声过瘾吗 太荒凉了 有点瘆的慌 为啥我屋里不敢进 就是这个关系 远处有施工的 对 所以不用害怕 都是真的 不是都不是真的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第一次遇到主播回答我 如果看到一定会回答我 再录一下 行 我们就再录一下啊 准备好了没 屏幕上走着 找到三个点的位置啊 三 二 一 录屏 开始 OK 录屏结束啊 你人生地步手臂 把你拐卖了 没有 不会的 这边是一个景点 毛红打卡地 所以没有啥好害怕的 对 我准备过一段时间 给大家直播西北大环线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的话 因为这边风沙比较大 给大家看一下 风特别大 所以那个想给大家 多直播这些沙漠 因为沙漠还没看够 那个骆驼的驼队啊 然后那个沙漠上看晚霞 我都没有看够呢 所以到时候给大家直播完以后 我们再去翡翠湖去青海 大家可以喜欢看格格格这个 这个直播一些风景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因为我都说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吧 离不开美食和美景啊 尽管今天呢格格格格格直播的有点冷门 因为最近的风沙比较大 没办法 只能在这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像我们这样的户外直播 看一下其他的怪物 没问题 我看一下身后的这个怪物好不好 拐麦还有公吃公主不方便 亏本了 我咋的呀 我要乘头哥 我吃的也不多是吧 你能露个脸吗 可以啊 等我一下 怪兽是塑料做的吗 不是 它是软软的 像反而是一种硅胶的材质 然后里面应该是泡沫的 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了 你要录屏啊 稍等我一下 我看完这个 我再给你录个屏啊 这个电影是九层妖塔的拍摄基地 欢迎雪莉来了 雪莉别害怕啊 你要录屏 好的没问题啊 怎么没有其他人呢 有哈哈 吃的不多 球管卖 发泡胶做的 有点那个感觉啊 真的是像真的 是吧 所以是不是一到我的直播间 有一种看电影的感觉 你怕呀 怕就先滑出去啊 怕的话你可以先点个关注 然后看风景的时候 你就不害怕了 你也要录屏是吧 这车得罪神了 上面有两个怪兽 来我给大家录屏 录这两只怪兽啊 录这两只怪兽 最近好像发这个怪兽 还挺火的录屏 交雪莉送来的纸贺 我们准备一下啊 屏幕上来左右啊 找到三个点的位置 三 二 一 录屏 开始 OK 录屏结束啊 满满说 哥哥晚上敢来直播吗 我不敢了 敦煌天界不老好了 不老好的呀 我以为 我以为 哥哥今天又来了 对今天 今天我去那个 明沙山的月牙泉啊 那边的话就是 连沙漠都看不清啊 最近风沙比较大 所以没法在那直播 我就又来这了 谢谢平常新送来的信心啊 我说了 看了 想起了九层妖塔 对 这就是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谢谢大家多多分享 怎么录屏 找到屏幕上左右 找到三个点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录屏了 我朋友前两天在这录完了 就是那个 好几个主播在这 发了这个视频啊 我看点赞都挺高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录个屏 试一试 录个脸 录脸的话 因为我现在戴了一个面纱 风特别的大啊 如果那个啥的话 就特别吹 把脸盖吹 把脸盖吹黑了 看到我这面纱 一直在随风飘摇 怎么一夜之间就搬走了 据说是一夜之间搬走了 但真的是不是一夜之间搬走了 我们也不能确定啊 然后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天天在这没有 今天才第二天 因为最近的风比较大 没办法 只能来这给大家做直播 也是一个网红打卡 我给你看一下这树 是不是在这随风飘摇呢 看到没有 看到风大不大 我从九层鸭塔就看看 是不是一样的 雪莉太可爱了 对你们再看看九层鸭塔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再录屏一下主播啊 鬼屋在前面 去九层鸭塔不是在这啊 这是重要的拍摄地 但九层鸭塔没在这 这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对原来这里的话呢 就是一个石油小镇 你能近点 我能 以后我给大家近点再看看 好不好 再录一次啊 行那我就回去再给大家录一次啊 等我一下 再给大家录一次 为什么还会动呢 因为下面有电呗 没电能动吗 我再给大家录一次啊 录一次我们再去看其他的角色 准备好没 也旁边有人 你们见一个 等会儿他拍完照了 好不好 旅游景点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九层鸭塔在青海省 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在石油小镇 是一个九层鸭塔的拍摄地 是西风力的拍摄地 也是这个英雄的拍摄地啊 对在挡金山下啊 我再不去西北太冷了 现在还好吧 对鬼吹灯之九层鸭塔的拍摄地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然后格格平时是喜欢播这个大景 播长白山啊 雪香啊 前段时间播西安的 大方不夜城 然后这段时间在播沙漠 因为沙漠现在大家看到了 风沙太大 没法直播 所以我们要看这两天的天气 就给大家做直播 大家可以先点个关注 墨高窟的话没法直播 是因为他不让拍照 要保护这些壁画 这些窟不能去这个拍照 所以没法给大家做直播 你们青海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现在在甘肃的时候 石油小镇 去电影院看看 那不是电影院 那个是礼堂 你看看多好看 在这拍完以后 有一种拍电影的感觉 是吧 有没有一种拍电影的感觉 所以我说这地方吗 为什么叫网红打卡地呢 因为很多朋友很喜欢看这些电影 来了以后呢 你想在你喜欢看的电影的地方 然后有这么一个打卡的地方 来这拍一个照片也是挺酷的 谢谢永恒怀念 对礼堂是吧 是青海吗 是在甘肃 现在怎么说呢 谢谢朋友们 对石油小镇 谢谢彭博送我的心心 感谢大家的支持 美女是吧 老许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对在甘肃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买上住许推荐一下 这附近的话 最近的镇子 大概离这二十多公里 你可以住在那个阿克赛的新县城 这原来就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一路上有戈壁很好看 这是风大 你知道来西北吗 我觉得最美的地方都在路上 在路上你看到戈壁 你看到盐湖 是吧 看到美丽的雪山 我们后面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 我看到后面还有雪山 但是在这的话 刚好房子挡住了 所以后面 所以后面的话 真的是很美啊 谢谢 感谢平常心 谢谢朋友 墨镜美女是吧 好像有冻了 确实冻了 去礼堂吧 去摸一下 不然说 等会儿她不叫了的时候 就给大家摸一下 它是软的 去看看房子 房子的话 我一会儿得跟这个朋友一块进去 才敢进去看房子 你在哪呢 我在这个石油小镇 看看今天风大不大 看今天风是不特别大 录一个视频 好的 先录一个视频 我再联加去教堂看看 教堂我得带上我朋友一起 我自己不敢进去 准备好了吗 皮肤上走 我找到三个点的位置 三二二一 陆屏开始 OK 陆屏结束 那叫当金山 确实叫当金山 但当地人都叫党金山 感觉好大灰源 对 就是好大的灰尘 家人们点点赞 在动了 它就是在动的 就是在动的 怎么都变了 哪变了 离昆仑山不远吗 离昆仑山也不远呢 就是要从这个当金山翻过去 后面 让我们去看看动物园 这没有动物园 你也要录屏 这是石油站 在哪个位置 在这个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红吼吗 说的没错 它就是红吼 谢谢不在线送来的新鲜 要门票吗 不需要门票 忘记的时候 可能会说二十米 现在不需要 对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欢迎我随风哥回来了 真吓人呢 别害怕 对 挖掘机在洋土 主要是因为风比较大 它一会儿也会动 这是景区吧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可以去边上山上转着吗 上不去 上不去 可以到上面台阶上面 你看看旁边 那几个美女就走上去了 看到没 先从来的新鲜 昨天有人也来这值班了 是吗 看过九层腰塔 所以你可以在各位的直播间 回忆一下 欢迎Sara 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看后面这个山没有 我觉得这边的山 和我们东北的山 差距好大 这边的山上面没有树 谢谢英子送来的行星 今天还挺冷的 有人住着地方吗 没有啊 这里面有人管 有一些管理员 但现在我没有看到 美女能碰一下怪事吗 能 我给你们碰一下去 等会儿她不叫了 我再给你们碰 叫的时候不敢碰 在甘肃九泉 可以上去游路啊 这个地方有故事吗 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是一个石油小镇 叫做啊 它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然后就说石油开采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人就迁徙走了 也有很多人说是他一夜之间迁徙的 所以把这个小镇制造出了很多的神秘感 其实应该是石油开采完了 然后当地的话风沙又比较大 可能就比较这个 海拔也比较高啊 所以大家都迁到旁边的县城去了 九层游塔拍的礼堂 拍的礼堂在前面 一会儿我找我的朋友跟大家陪我去看看 对波罗转景小城这里就是啊 往走去礼堂看看吧 行那我们就一会儿走到礼堂去看看去 我先等他不叫了 给大家摸一下这个小怪兽 然后我再叫上我的朋友 跟大家一起去到礼堂看看好不好 谢谢英子啊 谢谢朋友们 等会儿他不叫了我再摸啊 等会儿他不叫了 他们都让我摸一下 我说不叫了再摸 叫什么不敢摸 叫什么摸才不太快 那啥呀 突然间动静下得下去 不是不能 他不叫了才得半天才能叫啊 晚上直播吗在这 我胆子没那么大啊 胆子没那么大 这是真的吗 这个 这肯定不是真的呀 是吧 一会儿我叫上朋友 我没去礼堂啊 你打算 你打算天黑去啊 我怎么敢呢 我们一会儿六点多就下不过冷啊 我可不敢天黑在这儿 碰一下怪兽 等会儿他不叫了我再去碰啊 等会儿他不叫了我再去碰啊 他叫的时候我不敢碰 这是什么地方呢 不需要门票现在 请勿处电 这是有电的 这个是电动的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它不是真的 这肯定不是真的啊 好形象 形象还不错吧 是不是有一种拍电影的感觉 先去礼堂啊 等一会儿吧 礼堂在最前面 在前面那个工厂里面 我一会儿给大家摸一下他以后 我领着那个 大家去礼堂看一看 我要带上我的朋友一块儿进去 不然不敢走 这是在哪儿啊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在石油小镇啊 毛都掉光了 可能是被风吹的吧 这是九层妖塔的拍摄地啊 有个人和你一样 我和我朋友一起来的 谢谢悠悠啊 等会儿啊 等会儿他就不叫了 今天为什么还在叫 叫个不停 感谢大嘴 谢谢大嘴送来的气球 谢谢大嘴的支持 咋还不动呢 咋不动呢 走两步 动了 还在动是吧 打算在这里待一年吗 你弹看看啊 赶紧好吗 这是我们关注的要求啊 没事你不关注也没关系啊 那大家来到这儿的话 其实我这儿也不是 关注的一个重点 如果大家说 对这边比较好奇啊 大家就那个 可能看上两眼 但是其实我对这边的景区 本人来讲 我是比较喜欢播这个观光性的景点 所以大家就是看个 看个热闹吧 好不好啊 也看一下这网红打卡地 如果大家说 因为这个好奇 因为想让主播去哪才关注我 我觉得就关不关注 就随意了 好不好 旁边有个理发店 旁边有个理发店啊 九层小塔的拍摄地 对的 去礼堂 等一会儿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 没有下雪 导航怎么搜 搜这个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晚上不住在这儿 我胆子没那么大 我不是探索类的主播啊 也不是探索类的主播 我是一名播坏美景的主播 所以美食和美景 让大家可以心情愉悦 大家没事的话 可以到我的直播间来看看风景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我在这个沙漠风沙比较大 所以选择到周边的网红打卡地 给大家进行直播一场 去新疆嘛 去新疆 过段时间去新疆啊 这地方的话 可以免费住 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来 你们的老家挖掘机啥意思 我不知道他在这挖啥呢 一会儿等这波风过去了 我们就往前走啊 看礼堂可以吗 我得往那走啊 是吧 礼堂有洞吗 你们是不是想看看礼堂 下面有没有 有没有古墓的进口是吧 这有人干活 对 风沙太大了 这个里面就是礼堂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是礼堂 你不怕 你不怕 但是我怕呀 这空气是不是很差 风沙很大 去礼堂可以穿越 风太大 这是哪儿啊 挖掘机在制造气氛 可能是吧 他觉得气氛还不够神秘 所以想给我们制造一个气氛 这边拍了西风烈 拍了那个 拍了英雄 然后 拍了这个 九层腰塔 礼堂就在这里 晚上太可怕 哥哥胆子 真大 感谢抖音 感谢抖音 让你感受一下 重回一下 这个九层腰塔的 拍摄现场 是吧 今天看到你直播果断观众 谢谢谢谢 看看里面 等会我得叫我朋友一起去 我自己不敢 礼堂里面有一个地下入口 我们就在礼堂的门口看看吧 好不好 礼堂就是拍 九层腰塔的拍摄现场 当然是了 门口还有一个 有一个 碑文的标注 有会儿给大家去看一下 谢谢抖抖送完的新鞋 游侠 有会儿陪我进去一趟 走 没有管理员吗 现在没有看到 等会儿 等会儿 我俩一块儿进去 这是哪儿 这个地方的话 是 你的直播再配上音乐 就哇塞了 我不配音乐 我现在都知嘚瑟 配上音乐 就更不敢播了 看一眼主播 主播真给力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 去吧 加油不怕 环境很不错 你们是想看看 到底九层腰塔里面 最近你们是不是 把这丛看了一遍 是不是想看看 九层腰塔里面 到底是 那个洞在哪儿 有点瘆人 所以我们就在门口看一下 我怕我晚上做噩梦 一下回到了很多年前 就这感觉吧 他们想要配音是吧 马克别给我配音 别别别 我 我渗了 你把降噪管 我再进去 你不能不行 你别放音乐 我怕我害怕 不停 不就要想到这个氛围吗 直播间想听配音的 咱们公平打个音 直播间想听 格格和游侠 给大家配个音乐的 这个景必须得配个音的 我不敢配 你拿我手机进去吧 你拿我手机进去吧 行不 我不进去我害怕 我在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人民影剧院旧址 看到没 2017年的时候 在这拍摄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阿克赛 哈萨克族自治县 它是一个少数民族 我不进去 你拿我手机进去吧 你把耳机合上就行 好嘞 你去吧 让我的弟弟 领大家进去看看 去吧 我把耳机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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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上咱们打个正能量 撒不撒不撒 这是九层要塔的拍摄地 九层要塔的拍摄地 马上啊 马上约约就来了 不行了 你得进来呀 我没有手啊 我俩手 我拿不住啊 快还是你来吧 我把那个麦克挂上了 挂上没什么 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这是个电影院 你敢不敢挂上去 我白天我都不敢 我还挂上呢 这个麦已经连接了 就这么好的 不是 没有啥 现在是连接 你把它两盒上 我怕还怕呀 我去光灯一声 大门就管了 能不能别吓唬我 哎呀 我有种探险的感觉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地方打正能量啊 打正能量啊 扣拨正能量啊 我怕刀手上别刀手上 再给我们断不饿了 这是那个世界名水啊 这是世界名水啊 这是那个 有人说是宫居郡的呢 地下同道在哪呢 有地下同道我带你去啊 我不想去 就在前面吗 这拍摄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拍摄 九层小塔的地方 喷音来了 对 地洞呢 那你地洞来哪呢 等我再去吧 我不敢去 我去封他打光光像 我太吓人了 哎我去 你去吧 在舞台上面 他太渗得慌了 我怎么感觉咱们直播的类型 现在更丰富了呢 是吧 总看风景太淡调了 啊懂 听着没 总看风景太淡调 咱得换一下 光光的 你们听见没 我再去看吧 我再去看吧 啊 啥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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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可不跟你走着道了 怪吓人家 我不去 你去吧 风真大是吧 光光的那是风 光光的啊 威房小心啊 大白天的怕啥呀 哎呦我去 你们不知道 尤其在放着音乐 这紧张的气氛一致造 就给自己吓萌了 就这个破房子 有啥好怕的 那灵儿你看到吗 灵儿老想进去看去了 就想知道里面长啥样 是吧 自己吓我自己啊 我们来这呢 主要是看看外面这个 哎影视城啊 这个影视城 哥哥快出去跑去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们看看外面的这个 赶快进去吧 其实没事 都自己吓我自己 九三小塔的那个石油小镇吗 对 九三小塔的石油小镇啊 上面还有一个 看上去吗 上面还有一个 但这不会动 亭子上面这个不会动啊 这个的话 有没有记得 我们在看九三小塔的时候 第一个就后面有一个镜头里面 就是从这里冒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亭子上面 这是个啥 它叫做红猴啊 电影里面说的房子外面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天气预报这两天有沙神暴 就是因为有沙神暴 所以才来这直播 要是没有沙神暴 就不在这直播了 害怕摸摸额头就好了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去了也真是有点害怕 主要是没有人 对 我们要注意安全 没事 外面我一点都不用害怕 主要也是微楼 我觉得那个地方 窗户什么都没有 然后风沙还大 然后一吹风以后 我都害怕那啥 还怕有东西掉下来 都没人了 隔一块去找铜泡 不用害怕 在主街上怕啥呀 那个男他也在直播 你去看看 他叫游翔 看到没有 对 这个地方不收费 不收费 然后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吧 我们 我们缓一缓 缓一缓这个 这个神秘的气氛 小心这里有狼和狐狸属仙 有吗 这里真没有 没有看到什么洞 点一个灯盘去抢一个福袋吧 好不好 好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然后也是在这个西风列的拍摄地 你看看这个地方 有这个古监狱的遗址 在前面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这个地方没 这个是西风列九层腰塔拍摄地 摄影区就在前面 旁边就是说有一个古监狱的遗址 谁给充电呀 它下面有电 下面有电源 我就从这个角度 你再看一下远处那个天边的颜色 再看一下这个红吼 在一直不停的吼叫 这感觉是不是七分组就来了 我跟你们说 谁要拍电影 让我去当七分组肯定行 他还没下着 我先下着了 哥哥进屋了吗 进屋了 进屋了 对九层腰塔里面的 是不 你们看看这个房子 何方神圣 在此都几 男的叫啥 叫游侠 真进屋了 真进屋了 临海雪原 我已经突破自己了 进到大厅看了一下 前面好像有两个人 不是两个人 一二三四 五六个人吧 小镇的人呢 小镇的人都搬到了 其他的地方去住了 搬到附近的一个镇子 离这大概只有 二十多公里 这是哪儿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石油小镇 是在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油田呢 没有了 枯竭了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搬走 什么动静啊 只为开心买单 你别害怕啊 我现在是在一个影视城呢 所以这个地方 是拍九层腰塔的地方 旁边是有怪兽在叫 既然小城失踪了 这儿不失踪吗 移民了 说的没错 手机支架 怎么拍的这么稳 这个叫云台 大江的云台啊 这不是和平经营吗 这有没有一点 吃鸡现场的感觉 甘肃阿克赛 对哈萨克族自治县 你来过是不 对这里就是石油小镇啊 朋友们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这里就是石油小镇 九层腰塔 啥时候 啥时候说说都篮吧 九层腰塔的话 这是一部分的拍摄 但是九层腰塔并不在这儿 为啥消失的 它不是消失的 其实就是搬迁了 走青羊塔要火一把 很多朋友今天 看完我直播以后 回去可能九层腰塔 要重新看一遍 我是觉得有这个必要 重新看一遍 我昨天没时间 回去太晚了 昨天播到八点 回去以后吃完饭 都半夜了 都半夜了 所以就没没时间看 今天的话要回去 重新回忆一下 一夜之间搬迁的 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在网上查了 好多资料 都是说一夜之间搬迁 所以就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要一夜之间搬走 那也有些朋友说 说这个可能要搬到 九几年啊 是陆续搬走的 所以这个咱们 其实真的不得而知 然后旁边的话 也问了一些当地人 他们都不知道 我看过都忘了是吧 全部搬迁了 全部都搬走了 你也要看一遍是吧 这些人点了二十多万 咱不给力啊 今天就是在这边看的时候 大家可能紧张 都是都比较紧张啊 气氛都比较浓烈 所以大家可能光看这个 你看有个美女在这牌照 可能光看这个 直播了 然后没给主播点赞 所以大家可以 这个多多点赞啊 这是一个神秘的协议 是吗 我觉得也挺神秘的 然后新进直播间的 点灯牌去抢福袋 不要忘了 头像旁边的小红星 一走壁可以点一个灯牌 去加入一个粉丝团 双击屏幕 再帮哥哥点点赞 我们把赞的点上去啊 这是 妹妹今天来了吗 没有啊杨建芳 今天没有来啊 这是个电影吗 求你们了 这是个电影啊 这个电影的话 名字叫做 名字叫做九层妖塔 谢谢翠儿送来的新鲜 晚上一个人都没有 真是不敢去啊 郭芳一个人敢不敢来呀 我们灵儿肯定敢来 胆子老大了 当年大火烧死200多 真的假的呀 九层妖塔 有这个电影 有鬼吹灯之九层妖塔 你可以去看一看 这是哪里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 甘肃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哥哥露个脸啊 我现在吧 因为我带了个面罩 风特别大 你知道吗 就带了个面罩 可能应该看不到啥 也看不清啥 石油小镇吗 对 这里就是石油小镇 九层妖塔在青海的都兰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我一个人晚上有点不敢 那你一群人就敢了 那你胆还算大啊 没有人嘛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现在没有人住 全部都是荒废的房子 没有任何人去居住 谢谢用户尾号913 感谢朋友们 没事帮改个点点赞 好不好 我们双击一下屏幕 每个人帮改个点个几十下 我们今天努力 先把赞点到30万 加加油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感谢快乐大叔 电影基地啊 可不咋的 就是一个电影基地啊 然后格格的话呢 因为这两天风沙比较大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都是在沙漠给大家做直播的 冬天的时候 直播这个雪香的风光 看到房子上的雪都一米多厚 夏天的时候 我们去看美丽的大草原 最近一段时间 格格在西北给大家做直播 所以大家没关注的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没事来我的直播间 看一看美丽的美景啊 看美景可以使你心情愉悦 最近这两场直播 绝对是特色直播啊 特色直播 没给主播吃了 主播好好的在这呢啊 这不是拍电影的地方吗 对了 这就是拍电影的地方 这里就是拍这个 九层妖塔的地方 看到没有 拍西风裂的地方啊 灵儿说了一个人敢住啊 胆真的 她说她一个人敢住 房子上是什么 房子上面的话 这个叫做红红 是九层妖塔里面的小怪兽 格格给我们带来 看不同的风景 肩房啊 这两天没给你们吓着吧 我都害怕 你们害怕啊 乡亲们快跑啊 不用害怕 等会儿她就动了 等一会儿她就动了啊 不要害怕是假的 雪香的雪季快结束了 所以我们就出来 到西北林达转一圈 这有啥怕的 灵儿说 老大不 这里没有民宿啊 有民宿你敢住吗 嗡嗡嗡的 可能看了晚上睡不着觉啊 不要害怕 没关系 点赞到三十万了 你们是如此的优秀啊 点灯牌去抢福袋吧 啥时候来青海直播 就快了啊 然后过两天去大彩蛋的翡翠湖 就到星海了 它一点都不小 胡八一呢 这是在拍恐怖片吗 我给大家看看 别害怕啊 看看你身后 给大家看看身后啊 要下来吃格格 没有 没有那么恐怖啊 不动 好说 一动就事大了 看到没 动没动 是不是动了 青海现在不太适合去旅游啊 青海现在青海国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化砍 所以这个 我这一段时间的话呢 要去 五亿以后吧 这边就开始适合旅游了 很多地方就开始变得很美了 所以先领大家走上一圈 给大家直播一圈 给大家拍一些视频 让大家看一看 这边的景色大家喜欢 摩蟹独成乌兰啊 给我们看一下 你摸它吗 等会它不动了 我再给你们摸啊 好不好 门票现在不收门票 哪来的店呢会动啊 下面有店员呀 不要门票 对不要门票 如果没有路灯 有点吓人的 确实没有路灯啊 晚上没有灯 你想房子里也没有灯 是不是挺顺的 今天的风就是特别的大 大到能把人刮走那么大 这是哪儿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 所在的位置啊 是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最近一段时间 要在沙漠上 给大家拨 拨日落 拨这个驼队 然后等到天气好了 给大家去拨 这两天就风了 推大了 这风了 大半夜来 我敢在里面散步 你胆子真大 说下这里的历史 这里的话呢 就是大概在505050年代的时候 这边建了一个小镇 开始兴建这个小镇 因为这边有石油 所以呢 这边叫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然后后来据说 这边石油枯竭了 大家都签走了 比较神秘的是 很多朋友都说 它是一夜之边签的 所以神秘感十足 这个地方原来啊 就是我们在中国 好多地方 石油枯竭以后 这个搬走的 就是荒废的石油小镇 特别多 但这个地方 为什么比较有名呢 主要原因就是 这是九层妖塔西风裂 然后英雄呢 拍摄现场 所以这个地方 才变得有名气了 谢谢用户尾号246 谢谢伟伟 感谢 感谢山东枣庄 谢谢林林 看一下主播 大家看一下这风 看到没有 风特别大 风特别特别大 难怪啊 拍摄地啊 对好可怕 别害怕啊 不要害怕 都是假的 这是哪里 我们是在这个 甘肃九层的阿克赛 这个地方是石油小镇 它是一个拍摄基地 对就是九层妖塔的 拍摄现场啊 怪物还能动吗 这车是真的吗 这俩啥玩意 这俩是红红的 哥哥今天特别淡定 今天很淡定 没进屋 进屋就不淡定了 这车是真的吗 车 车是真的车 车是真的车 又叫了 车车 哥哥晚上住哪 我住敦煌 对甘肃九层的阿克赛 谢谢朋友们的点赞支持啊 怪不得画面那么熟悉呢 是吧 这啥玩意 这是哄哄 今天看完这个以后 回去大家再看一遍 九层妖塔 重新回忆一下这个剧情 像不像在哥哥的直播间看到的 你不说今天不来了吗 今天风大呀 沙漠没法直播 不来也不行 没有人啊 有人旁边有游客 刚走了几个游客 这是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你去过九泉 都没有去过这里 呃 这里九泉还挺远的 这个地方叫做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对对九层妖塔是吧 现在真活活啊 感谢朋友们 然后沙漠是一定要大家去看的 但是要看这个天气如何 它不动了是吧 它是不动了 它不动了 我给大家摸一下看啊 这是电动的吗 啊 这个是电动的 它不动了我才敢过去 它动了我不敢 电动的 这东西是真的吗 肯定是假的 是真的我敢过去吗 看到没 它是软的啊 然后特别逼真 真特别逼真 敦煮的羊肉串 敦煮的羊肉串特别好吃 敦煮的羊肉真好吃啊 你看敦煮的羊肉焖饼 敦煮的嘎溜羊刀肉啊 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吃羊肉 嗯敦煮的 我在敦煮吃的烤羊腿和烤羊排都蛮好吃的 哎 能摸一下它的牙齿吗 不敢 就怕它突然动起来 对万一突然动起来咋办 我以为是活的 怎么可能是活的呢 对不对 主播有这么大本事吗 给大家去播活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假的 是拍电影的 来就给大家看看 但它真的很逼真 特别大 所以站在它旁边 还有一点恐惧感 因为它很高的 知道吧 这是电影的模型啊 格格的普通话说的真好 因为我是东北人 那它又不是活的 你怎么不敢摸它的牙呢 我怕它忽然动一下 吓我一跳呗 它虽然不是活的 但它真大呀 你知道吗 这个车是真的 你看它 这个你看一下这个车 车和旁边的那个房子 做一下对比 是吧 车是真的车 你想它有多大 我在阿克赛啊 我刚摸完它一下 电带的没事 带电的啊 这里带电的 对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然后格格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在西北啊 在大西北 最近一段时间呢 要给大家走上一段 西北的环线 我给大家摇过近看一下 周边的话 这个石油小镇都已经 都已经开始 断瓦残垣的 就啥也没有了 好多房子都已经塌了 但是能看得到 站旁边看一下 但是能看得到这边的话呢 原来应该是一个 还是一个挺大的小镇 是一个挺繁华的镇子 对 这就是石油小镇 是湖八一电影里面的那个啊 想来西北旅游的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啊 然后到时候主播走上一圈 趁着现在还不是忘记 大家来之前可以先做一些攻略 没啥人 现在没有人住 这大风暴吹跑了 你知道吗 后面就是挡金山 这个山最高的地方 有3800公里 我们现在的海拔都有两千块 我都已经是水准镇了 我后来了 因为今天 然后那个沙漠的风更大 没办法跟着直播 大家看一下这个动物 你看这个 这个红吼身上的毛 都被吹得直飞 人好像很少 怪吓人的 别害怕 人还可以吧 又来了一堆游客 就是基本上 大家可能走这边 环线的朋友 路过这都会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就是石油小镇 那个骷髅头 你能看一下吗 那是拍照的地方 我可以给大家离近一点 咬个镜 但是不能过去 用它过去以后 被那个停播 这个不能拍骷髅 不应该 但是摇个镜 应该没问题的 对 九千交场拍摄地 就是在这 九千交场是电影了吗 是电影了 只要注意露电就行 真的一模一样 真的一模一样 是吧 我有一种 在我的直播间 有种看电影的感觉 下轮 啥东西 不叫 有个走不上去 风太大了 看到门 风不是一般的大 是超级的大 看后面的山还挺好看 我说昨天来了 怎么这么晕呢 感觉这地方好可怕 别害怕 这地方确实挺荒芜的 一个电影基地 风是超级 如果听不到 说明我觉得耳机的效果 还真的挺好 什么名字忘了阿克赛 这个电影的话叫做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部 可能大家了解最多的 就是九层腰堂 聊个机会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那个黑色的车是真的吗 是真的 旁边那个黑色的车是真的 好恐怖 在外面 你怕啥 这是哪 我们在这个石油小镇做直播 现在是在石油小镇 风超大看到人 风超级大 旁边还有人在工作呢 所以你更不用害怕 看到没 哪有个产车 旁边还有游客 只有几个小姑娘 她们都不害怕 一个人都没有 你就不怕突然出现个黑眼 没有游客吗 看到游客没 看到前面的游客了吧 九层腰堂的拍摄基地 说的没错 这里就是九层腰堂的拍摄基地 南方人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光秃秃的树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树 在南方的话肯定看不到 但是在西北的话 或者在我们东北 这树是挺正常的 过段时间才能春暖花开的时候才发芽 小心前面出现三个蒙面大汗 不会的 晚上自己肯定不敢来 下午好威仪 威仪啊 昨天你来不来 别害怕 我现在在播影视城了 所以千万别害怕朋友 我怕老朋友们进来以后吓一跳 曾经的石油小镇 说的没错 这个公交车晚上怎么开回去 不开回去就立在这 过去拍一下怪兽的屁屁 你们怎么这么有才呢 他动了 他还在动 他一动吧 旁边的三个女生吓一跳 现在是不是该发芽了 现在没有 现在天还冷 对发了一点点的芽吧 这现在有人管吗 我现在是没有看到工作人员 哥哥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是在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这个地方是一个影视基地 现在有人看吗 你看 这不是人吗 每一天能进来几批游客 现在不是忘记 对在阿克赛 我们现在在阿克赛 你不敢看了 原来是个镇 是一个石油小镇 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雪化了吗 对我们现在 我们家那边的雪 陆续开始化了 传说怪兽摸屁股会复活 你别吓唬我 小心怪兽回头咬你 不会的 对九层羊塔的拍摄地 南方樱花都开了 羡慕你们 这边的话西北跟我们东北差不多 气温都挺低的 对拍九层亚塔的地方 你咋觉得这地方这么熟呢 想起摇晨呢 靠近的看看 等会儿给你们靠近的看看 谢谢朋友们 点赞支持一下主播 双击屏幕我们点赞支持一下 没关注的 我们再多多关注走上一波 感谢大家 去过没意思 咋说呢 这个景点你要说多有意思 我觉得也没啥意思 主要的话 就是拍过挺播部电影 如果大家从这过来的话 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来打卡走上一波 就可以了 这个叫声挺甚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不敢在这直播了吧 就是叫声都挺甚的 这个是什么电影的拍摄基地 是这个九层羊塔 西风烈 还有英雄 还有那个 还有一部电影就傻了 我怎么总记不住 谢谢大嘴 感谢大嘴 天降熊石 不会吧 这玩意觉得是真的 它会动的 那不是真的 感谢大嘴送来的热气球 帮我完成了任务 大家给绑一的大嘴 点一波关注 他也是户外主播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然后感谢我宝二的小方 谢谢小方对格格的支持 然后宝三的铃儿 是格格的老朋友了 可以多多关注不上 谢谢零二 给绑四的格格的一位好大哥 隋风哥哥来播关注 然后感谢这个真优美 真优美的话 每天在格格直播间做管理 非常辛苦 谢谢哈尔滨的这位好朋友 真优美 感谢毛毛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好怕 别害怕 你怕他钻出来 回复一下 回复一下啥 我没看见 我刚才在喊榜 所以没看见 我当你的搭档快跑了 这是啥 这是九层羊塔的拍摄地 但前面又来了三个游客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我们现在是在阿克塞 九层羊塔的取景地 说的没错 这是真的吗 这一定不是真的 好恐怖 上后面给大家看看 这些老房子 老的石油小镇 哎呀 后面还有马呢 我天呀 看到没 是不用害怕 这后面还有马呢 看到没 这辆车是真的车 但是它也是一个道具 真的还得了 吓我一跳 看到马了没 有一个活物从吐蕃上刚进过 那就是马呗 看看车呀 好嘞 你过去一点 给我吧 看吧 过去一点 过去哪 你说的刚才那个怪兽吗 为啥我感觉不到害怕 确实啊 我在那么近 我都没感觉到害怕 是不 要是真的话 以后说有神仙 我都相信 肯定不是真的 但是在 在屏幕当中 确实感觉有点 看电影的感觉 红色越野车是真的 还是道具 是真的 一会儿你过去看 肯定红色的越野车 好吧 对 胡八义的红猴啊 他突然给你一口 看你害不害怕 不会的 红色越野车是真的 旁边的车都是真的 车上的人应该没事吧 车上哪有人呢 这里不是有事成吗 对 这里就是拍电影的地方 你摸一下恐龙 它不是恐龙 它叫红猴 刚才走过的脸上 一点害怕的表情都没有 是吧 都完全没有感觉 是不是这感觉 所以大家 这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拍电影的地方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旁边停个大巴车 下了好几十号人 又不动了 三年前去过 没有怪事是吧 上面有电 为啥他不怕呢 这应该是浙江向山县 不是 我们现在是在 西方列九泉阿卡的开设地 现在是在甘肃九泉的 一个网红打卡地 这个地方叫做石油小镇 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说的没错 你去年九月份来的是吗 谢谢朋友们 我们点赞别停好不好 一边看一边点点赞 我们双击一下屏幕就点 双击一下屏幕就点一下 这个右下角出来 小星星小手势这里 或者是帮哥哥点一下屏幕就可以了 我们一边看一边点赞 这里深山老林的 估计有点害怕 哪个省啊 我们现在在甘肃省啊 看过电影石油之城 前面有的人 好多人呢 不是 我给你们大家看看 轰轰烈烈的来了一帮人 谢谢大嘴啊 哥哥来个小卖铺吧 既能歇脚又能盈利 王爷您太有才了啊 在这儿要来个小卖铺 还真能卖出去的东西 你看前面 来了好多的人 到处乱跑 还是喜欢跟你看雪景 冬天的时候我们在看雪景 雪景没了我才出来了 对吧 谢谢 谢谢玲玲啊 因为我们东北的话 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雪 是不是 所以等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再回去看雪香的雪景 谢谢老娘送来的大啤酒啊 电影院呢 没有电影院 那个是 那个叫做礼堂 谢谢朋友们 送来辛辛苦力啊 感谢大家 还差两千我们点赞 我问一下主播是哪里 老周我们现在在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在阿克赛 看到没有 前面轰轰烈烈的过了一台 所以我都说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来了以后大家都想着 哎呀 辛辛苦力在哪拍的 是吧 东西熊在哪拍的 然后这个九层小镇在哪拍的 都想着看一看 对这里就是鬼吹灯的 九层小镇的拍摄基地 谢唯一送来的 东北待过三年是吗 谢唯一送来的玫瑰花 感谢玲玲 好多游客来了 看到没 主播发个福袋呗 发一个呗 头像旁边的小红西一斗壁点一个灯牌 我们去抢个福袋吧好不好 这些雕塑模型是机械的吗 是的 那两个小姑娘也不敢过去 也不敢过去 因为它会动 你看到没 它一会儿它就动了 谢谢慈悄海啊 感谢送来的星期 谢谢朋友们 好大的风了 你看看他厉害不 他把手伸到怪兽的嘴里了 这个大哥厉不厉害 凤了吓他了一跳 冲了吓他了一跳 谢谢风夕云天 谢谢朋友们 大哥真烈 大哥不是一般烈 我估计他是没动 他动了大哥也得吓一跳 离月牙全的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吧 然后明天看看风大不大吧 明天风要不大 我们就去牙全 你狂吼一声吓着那小头 王爷你们别逗我行吗 我要是叫一声 我估计再把他们吓一跳 九层鸟塔是在这拍的吧 对九层鸟塔的拍摄地 不是新疆我们家甘肃啊 这啥玩意儿 我让他给我吓一跳 你看着吗 吓人吗 逗乐吗 谢谢风送来的心情 大姐太逗了 他这一叫吓我一跳 是真的动物吗 不是 是假的 是假的 人吓人 这是哪儿 我们现在是在九层鸟塔的拍摄地 这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怪兽叫做红吼 下着病了 对 鬼吹灯的拍摄地 九层鸟塔的拍摄地 这游客自己吓一跳 还没告诉大家如何消失的 我是要跟大家一起探求个究竟 来这以后就没有当地的人 一个人都没有 真的不知道是如何消失的 主要的原因我问了一下 因为是这个石油枯竭了 然后就没有开采的必要了 所以大家就搬走了 第二个原因 因为这边的风非常的大 就是气候挺恶劣的 所以大家可能就不在这住了 还有这边是个高原 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的人 对啊 你看看 来了老多的人了 石油采光了 人就搬走了 天刚刚有一点情啊 还在播呀 快下播了 今天播到六点半吧 到六点半下播 一个人的时候最可怕 有人的时候就不害怕了 关键是这大姐 她不光是那啥 她还自己吓唬别人 真的吼她不是真的吼 所以不用害怕 但是她会动 还有鱼游 这是哪里 我们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这是哪里 我们在甘肃九泉 今天人多 今天这阵人多 下了一个大巴车上 下了好多的人 所以九层腰塔的拍摄地啊 这里就是 看着现在人多 现在人是不是挺多的 他们都去摸怪兽 大哥哥晚上一个人赶不了吗 不赶 别说是那个晚上的 白天让我一个人在这 我也不赶 有没有可能一下活了 不可能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看他又动了 一会儿可能一动 游客的反应就会吓一跳 去鬼屋看一下 对 西风里的拍摄地也是在这 你在这里啊 看看人是不是特别多 我感觉这怪兽在看 今天人怎么做的 头像旁边小红心 一点地点一个灯牌 加入一个粉丝团 万一有一个时间 没有万一 不用担心 肯定没有万一 然后大家再次给榜上的各位家人们也来播关注 然后格格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甘肃九泉 甘肃九泉的一个拍摄基地 石油小镇 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最近一段时间我要走一趟西北线 连着西北的这条环线 给大家走走 查卡岩湖 翡翠湖 然后领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美丽的青海湖线可能还在结冰 然后美丽的大沙漠 我看看这个亚丹地貌 丹霞地貌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主播 走进鬼屋 不敢进啊 我们可以在门口看 格格这是哪儿 我们在一个网络的拍摄地 现在在石油小镇呢 还有真优美这么优秀啊 西风烈 鬼吹灯 这个九层妖塔 天降雄狮英雄的拍摄地 就是头还会动 不光头动 嘴还会动 现在还有四分钟 大家可以去给你的灯牌 去抢一个福袋 谢谢玲玲 感谢朋友们 洞被控制了吗 不是真的啊 不是 我来新疆 我要走一圈西北 我就去新疆了 我们这个地方是甘肃 新疆青海三省的交汇处 过了这个党津山 后面就是甘肃省 后面就是党津山 这边的山上一点树都没有 也挺奇怪的 看到没 哥哥不怕 有一千多人陪着你 进去 谢谢大家的分享 感谢朋友们 这两天我觉得我完全在这要被吹干了 我的脸 已经要被吹干了 大哥都在这拍照 你也是甘肃人吗 我是东北人 我是从东北跑到了西北来的 你长啥样啊 有会我跟大家见个面 让大家看看我长啥样 去鬼屋看看 行我给大家去看看啊 补水面膜必须啊 必须要这个用补水面膜 不用这个补水面膜的话 我估计啊 都已经干了 咱们家这几天天都黑了 是吧 这天黑得可晚了 我感觉这边天天晚上要到八点钟天才会黑 然后大家看一下远处那个山 真的还挺好看 挺特别 跟我们在东北的山一点都不一样 山上 山上面全部都是黄色的 看到没有 然后这边的山是真的挺高 这红猴是哪部电视剧的 它是那个九层腰塔的电视剧 九层不是电视剧 九层腰塔这部电影 那两个东西是什么 叫做红猴 一会给你看看 这个幼儿园的房顶上面还有 要找胡八一千个名吧 风真大 其实哥哥想进的 就是给家人们吓的 还行吗 我也不太感激 鬼屋可以给大家咬个劲 地址在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礼堂今天已经去两次了 我们就不去了吧 尤其是把小光光的门一直在下 不下雪了吗 我们家的家乡也是 这个雪季快结束了 所以我们就从东北跑到了西北来 这里是哪里发生过什么 这里是甘肃九泉的 这个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这个地方是一个影视基地 是拍电影的地方 然后发生过什么呢 现在已经变成了 就是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是非常繁华的 可以开采石油的地方 后来石油枯解了 大家就搬走了 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形比较厄理 风沙比较大 而且气温比较低 喜欢格格分享美景的 多多关注一下 今天我们是来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在影视城 伊拉克吗 哎呀你们太可爱了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是在甘肃九泉 甘肃九泉的一个影视基地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你们晚上在这里住宿吗 我们晚上的话 我们晚上的话 不在这儿这个住啊 好几天了都在这里 没有 今天是第二天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景区啊 现在算是一个景区 为什么没有人呢 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说来也挺神奇 你说石油开采完了 大家就都搬走了吗 难道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为什么这个地方现在 全部都搬走了 一个人都没有 也是觉得有点奇怪 等着带我们到鬼屋看看 旁边就是鬼屋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曾经拍摄那个 九层摇塔的时候 里面有红吼的地方 这是个荒郊野外 这地方风是真大 你看看 楼里面我们现在不让进啊 现在里面是那个关门的 然后 然后我给大家到 把手举起来 到那个里面去看一下 大家摇个景啊 我说看着眼熟呢 是吧 进去看看 里面不让进啊 因为鼠疫搬走了 不是吧 肯定是因为这边石油 没法开采了 枯竭了 然后又住的条件又比较差 所以就搬走了 但是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繁华的小镇 说搬走就都搬走了 也挺神奇啊 我给大家看看 大家别害怕 妹妹没跟着来 她害怕 我就是在窗户里大家看看啊 就不多看了 是一天全部搬走的吗 据说是一天全部搬走的 也有一些朋友说是陆续搬走的 但我是觉得说这个地方如果全都搬走了 确实有点奇怪 你想吧 这么大的学校 这么多的 这么大的这个医院啊 学校 然后那个工厂 就一下全都搬走了 以前进去过是吧 一个 那里面的东西你倒不用觉得害怕 因为那里面肯定就是 就是那个因为拍摄的时候留下来的 想看的点赞别停 去哪了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影视基地啊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 不是重播 是现场直播 今天我们又来到这了 是因为今天市区的风特别大 然后这个七到八级的阵风 没办法拨沙漠 我们才又来到这了 电影院是不是里面是不是特别酷 那个是礼堂 不是电影院 里面挺酷的 现在都发的差不多了 我今天进去了两次 里面的话就是比较空淌 然后就会有一些风刮过来的声音 有点渗的话 确实有点酷啊 今天城里好多人 对 从这儿 你说你说今天这边啊 今天这边的话好多的游客 对 助力哥哥点赞别停 我们把赞的点上去好不好 昨天都没有人 昨天也可能来了比较晚嘛 有沙漠吗 有啊 离这儿 一百多公里敦煌就有沙漠 明沙山的玉牙泉 这个房子好像上 好像八十年来干的那种 我搜了一下资料 这边从五十五零年开始 就开始建这个镇上的房子了 所以这边房子建的还是蛮早的 说明当时真的非常繁华 大西北这样的地方很多 是吧 当年都保密了 好多都搬回大城市了 是吗 哥哥你去俄罗斯远东地区 整个地集市都是空城 这地方也都是空城 石油小镇去了没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石油小镇 给大家看一下 欢迎狼哥 主播棒带我们走这么多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这地方其实也挺有趣的 但是你要想在这长时间待 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 如果大家正好来这个西北 环线走的话 也可以来这个旅游的打卡地 石油小镇来逛上一下 就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曾经看过的电影的一些镜头 甘肃本身比较空旷 真的空旷 这一路开车过来的话 我就说 我说这周边特别空旷 所以风特别大 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 为什么是一个发电的 就是国家主要发电的地方 就是在这 在甘肃 这风真大呀 这里 看着那墙我感觉到了童年 走了 旁边这应该是广东的朋友 晚上效果特别刺激 晚上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刺激 那是相当的刺激 你就是甘肃的是吧 天降雄狮 对就是在这拍的 英雄 然后九层妖塔 都是在这拍的 广东的 我听应该是广东的 咱们直播间都是哪来的朋友 我们那个可不可以抱一下你的坐标 我听他应该是广东的朋友 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广东的朋友 然后全国各地的朋友 你们都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抱一下特别 你拿个水泵 把旧油抽一抽 现在不让进屋是吧 对 有些房间都是不让进的 因为我估计因为有一些房间已经好几十年没人住了 也怕有危险 欢迎广东的朋友 欢迎甘肃的朋友 欢迎新疆的朋友 欢迎长沙的黑龙江的朋友 吉林的 杭州的 林儿你又回杭州了 你这速度挺快呀 欢迎山东的 欢迎天津的 欢迎郑州的朋友 欢迎哈尔滨的朋友 欢迎广西的朋友 欢迎河北的朋友 真的是天南地北哪个人都有 现在不收门票 还有怀化的 那个车咋的了 那个车起飞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 我播到六点半 二十多分钟 还有江门的朋友 欢迎江西杆州的朋友 这个车咋的呢 这车没咋的 这是电影效果 看到没 还有辽宁的朋友 还有哥哥的老乡 东莞的 这是九层椒塔里的怪物 说的没错啊 它的名字就叫做红红 看起来还蛮厉害的 是吧 蹲一会儿 有点累了 今天 这地方怎么 硬生生把它炒火了 是吧 所以大家回头再看一遍 这个九层腰塔嘛 今天晚上我就再看一遍 都看了好几店 变了还有其他的景点 其实这地方不大 前前后后就这么大 如果你们大家去看看旁边那个车 是不是真的车 然后今天的话呢 差两万 差两万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就这样啊 今天的话我们就在这直播 一场 然后这两天我们看看天气吧 如果说明天早上我早点去 看到沙漠那边要不能直播 我们就去周边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嘉峪关呢 其他地方给大家做直播 但我觉得这两天可能风也挂得差不多了 我们沙漠上也该可以看满霞 看妥队了 是吧 然后过段时间我们再去翡翠湖 再沿着西北环线 你们俩走上一圈 所以大家没关注的 我们也可以多多关注一波 好吧 不是活的 肯定是电动的 跟你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是吗 电动的 谢谢小秘方送你的信心 是那个白楼吧 哪个是白楼 这边也没有白色的楼 加油点赞加油 加油 加油 马上把赞要点到三十四万了 你当宠物呢 灵水透不透啊 这个如果要当个宠物 你看我是不是都老酷了 哎呀妈今天这风呢 我就给你们看 西北这大风有多大了 真的是东南西北风 我都不知道这风向从哪来的 就一个劲的光 不需要门票啊 怎么想的问是不是活的 可能有些朋友比较好奇 来新疆来新疆 点右下角冒出小新星 小手势小音符的地方 往哥哥点一波赞 真的是西北风了 真的是大西北的西北风 你知道吗 这风不是一般一般的大 只不过那是什么洞 这个洞叫做红猴 出门就静节了 老牛了是吧 哇加油关刮土了 这两天的风老大了 这西北的风呢 这么大 整的我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知道吗 不直播长漫山了吗 长漫山直播了两个月 然后我们在雪巷 又直播了三个月 我准备绕着大西北走上一圈 这不是新疆 这边离新疆很近 这里是新疆甘肃 还有这个青海三省的交汇处 叫阿克赛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啊 哥哥明天换地方有点怕 必须换地方 必须换地方 因为今天我没来得及 我今天是看这个天气预报 上午看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风 然后忽然之间得到了那个就是 蓝色预解 我看七到八级风 我到了那个 明沙山的月牙泉的时候 我发现那边风没有那么大 但是就是可能山上风特别大 你就看到那个沙漠上面是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雾蒙蒙的 所以我想那直播也直播不了啥 你想你打开手机以后 我们对着沙漠 连沙漠的弧线都看不到 线条都看不到 是吧 所以我就决定 我们往这个搜了一下旁边 有这个水上眼单 想去水上眼单 你们大家去看一下来的 一搜太远了 到那怕 就没播一段时间天就黑了 而且今天风沙特别大 怕影响直播的效果 就只能来这 这儿不用害怕 对吧 这个没问题啊 魔鬼城风才大 魔鬼城的风很大 就是因为有那个风吹的声音 所以才叫做 就是晚上 就像那个 有人在吼叫 所以叫魔鬼城 但是这个 雅嘎的魔鬼城 现在没有开 要不然的话特别好看 我就去魔鬼城了 想都不用想 一定肯定 一定去给大家做直播了 对 离这个嘉玉关很近 所以 所以明天 如果这边再风大的话 就有可能再换一个地方 我们先把敦煌 给大家走遍了 周边的景点 我们先感受感受 然后过段时间的话 我们就去那啥了 我们就去 去青海了 换地方了 这是哪里 我们这里是一个 有市城 叫做石油小镇 是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 谢谢郭峰 从来的新兴 感谢我们的优优 专题屏幕 再把赞点一点 谢谢大家 一直在点赞助力 这里是演了 九层压塔的小镇 说的没错 就是在这 你就看着感觉 你就看远处 这小怪兽 去鬼屋看看 只能在门口看 进不了里面 谁叫你春天去西北的 这大风 真的来早了 这里是发生了 真实的事情 消失了吗 据说应该是 这个石油开采完了 然后就搬走了 但是 很多人 这个传说这边 是一夜之间搬走的 所以就带有 很大的神秘感 这个小镇 居然在哪里呢 你说的是那个 礼堂吧 那个礼堂的话呢 是在 前面那个工厂里面 83年真的消失了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真的消失吧 应该就是搬走了 有那么神奇的事吗 真的消失了 对礼堂是吧 礼堂在前面啊 这有个电影 好像是在这拍的 说的没错 这个地方就是拍 九层妖塔的地方 哇 前面有个黑衣人 在哪呢 对 这里就是九层妖塔的 拍摄地 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影视城 就算是影视城 谢谢我们不一样 曾来的新兴 感谢曾来的 郭峰曾来的新兴 这晚上 多吓人呢 这晚上咱待不了 金张叶 饮酒泉 是吧 中国雪香呢 雪香的话 雪期也快结束了 东北的话 也有春天 东北也有夏天 所以咱们冬天的时候 再回到东北啊 我想坐飞机 过去看看 来啊 哥哥想去张叶的 看丹霞币吗 会去的啊 链条在动 因为风在吹 这风可大了 一会儿他还 一会儿不忘链条在动 他也会在动 谢灵水拖拖送来的信息 屋里面有什么 屋里面现在没啥了 你看门上面锁了 这边就是一个影视基地啊 留下了一些 以前拍电影留下的东西 然后这个 像原来这个理发店啊 礼堂啊 这些都在这 吃饭了吗 哥哥还没吃呢 卡了是吗 越说越吓人 不要害怕啊 雪水拖拖 别害怕 就感觉 重新看一遍电影 是吧 对 这里就是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原来是一个石油小镇 屋里面是你 屋里面哪有我啊 红红为什么会动 有电呗 下面是电动的 鬼屋里有鬼吗 没有 他嘴在动 他不动了 他一会儿会动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咋动 一会儿给你看看咋动的 哥哥你又来了 你不害怕吗 我明天就不来了 是吗 是因为 挖掘机突然不见了 毛毛说挖 他应该是开走的 就是我没注意 他就突然开走了 主播主播 主播主播我好像看过 这个地方的话是拍摄 九层腰塔的拍摄地啊 我穿的是粉衣服 对 你从对面的镜子里面看到我的是吧 我们再往前走走啊 往前走走 谢谢送来的星星啊 哥哥可爱的咋办 屋顶上有个飞机是吗 有个飞机啊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啊 哥哥我看看你啊 您看到我 我现在 现在被风吹的呀 我的妈呀 今天这一天 这大风小孩 被风吹的直晃 你知道 不需要门上 这地方现在没有人住 风 这么大风 超大的风 超级大的风 我们努力帮哥哥点点赞吧 我们下播之前 看看能不能把赞点到40万 好不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 看看下播之前 能不能点到40万 哥哥这几天晒黑了 晒的那不是一般的黑 那是相当的黑 主要不是晒的 是风 有风吹的 然后脸特别干 这片区域没有人住 真的是在喝西北的 我说的没错 我最近这两天 我感觉我喝的都是西北的 给你们看看 是不是在动 你看 一下就不动了呢 不说门票 现在 全场给你们俩包场 没有 好多游客在这 今天游客多 哥哥 我刚想问你同款帽子 你跟我有同款帽子吗 看出来风吹赶了 你害怕吗 不害怕 主播这是哪里 这里是这个甘肃九泉的 甘肃九泉的阿克赛小镇 这个地方是阿克赛的老县城 然后它叫做石油小镇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是拍电影的地方 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 进屋就害怕 站在外面就不害怕 看到没 这个电影的拍摄基地 我妹妹没来 对叫九层妖塔 九层妖塔的拍摄基地 也是这个西风烈和这个 那个叫做天降熊狮英雄的拍摄地 什么电视剧在这拍的 九层妖塔 看过没 这附近没有宾馆 谁敢住这附近呢 是吧 晚上住这附近干啥 我们慢慢回走啊 走到这个门口再去看一看 那些树是真的吗 树是真的啊 树都是真的 对没有人住啊 看看这镇子里啊 镜头转一转 我们一会儿里大家到这个 现在来了两样大巴车 人还蛮多的 这是被外星人访问了吗 这地方这有的 这有一点被外星人访问的感觉 你看一下 山上里都是光土土的 看到没 看看我身后啊 我身后 看到身后没 头还在动 一会儿很绿 看看怪兽 用手捏一下 软的啊 公交车上是什么 公交车上面叫做红猴 要门票吗 先去月阿全 月阿全 那边风七到八级啊 所以没法去 大礼堂能看到 风机不错 风老大了今天 石油被采光了 是的 这是姚晨拍的电影的地方 淡季是不销门票的 说的没错 这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姐姐还没吃饭吧 对还没有吃饭 你一说我忽然想吃饭 你还在播这个啊 我明天 因为今天风大 没地方播 只能来播这个 好像你看过的电影是吧 对 我们看过的这个电影的话 名字叫做九层妖塔 动了 是吗 冷了 哥哥 有点冷了 现在怪兽动了 看到没 又动了 天还是亮的 我们这儿八点天才很亮 忘记是什么时候 从五一开始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在甘肃九泉的 甘肃九泉的这个阿克赛小镇 荒凉 还好吧 后面好多游客 看到没 大家帮个点赞啊 我们努力在下部之前把赞点到 点到这个 多少 40万好不好 主播我看到动物 动物了 它会不会咬人 它是假的 怪怪兽叫你小心 别把你吃掉 今天怎么又来这儿了 因为今天风力比较大 所以没有地方播 只能来播这儿 然后今天的话 也让新进来的朋友们 感受一下这个网红打卡地 就是拍过很多影视剧的地方 它动了一下 它确实在动 露天放个九层妖塔 点赞到40万 加油朋友们 每个人点个几十下 一会儿就到了 谢谢大家 加油点赞点一波 感谢大家的支持 怪兽怎么会动呢 它有电啊 有电所以可以动 点赞时间到了 为什么你们那儿天黑 我们这儿天亮 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吗 昨晚没有 但是没睡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昨天白天太紧张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地方呢 是在甘肃九旋的阿克赛 它是甘肃新疆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青海的 三省交汇处 后面就是党金山 这边的海拔高度 大概在2800米啊 比北京时区 晚了两个小时 北京 你们现在天黑了吗 天会变 天还变黑 会真的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天黑的地方 我们扣播一呗 我们这儿还得有两个小时吧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天才会黑 主播你敢进房子里面吗 我不敢 有机会去玩一下 你们有机会可以来冒个险 探个险 霉呢 是吗 灵水吐出那边天黑了 没有高反 有 有没有高反 我这边的话 昨天来了就特别晕 然后我现在2800 我就 昨天来以后 我以为是被下雨了 今天来了还晕 所以我就知道我可能是高反了 不是塑料做的 它是那个 它是软的 它是那种 橡胶的 你要在这里面弄个两句式 你随便吧 随便住在这 那里有石头吗 有石头啊 谢谢我凤凰念盘 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啥好奇心 对这里原来叫做波罗转 波罗转景小镇啊 黑天你在这里怎么是白天呢 甘肃这边天黑得比较晚 我们在甘肃的九泉 这边的话 大概是8点钟左右 天才黑的 昨天直不到8点 天还没黑是吧 晚上有人在这玩吗 应该没人吧 谁胆子这么大呀 怪兽这么吓人是吧 你进去过了是吗 对点赞时间朋友们啊 然后各个视频 会来主播 会领着大家直播很美的风景 今天我们来打卡一下石油小镇 这个地方是一个影视拍摄基地 所以接下来一个时间呢 我们都会在 走在西北的玩线上 然后近段时间 各个所住的地方叫做敦煌 敦煌的话是 河西走廊上重要的城市 然后这边有沙漠啊 给大家去拨美美的大沙漠 拨这个沙漠上的骆驼 拨晚霞 然后去拨这个美丽沙漠上的清泉 所以大家没关注的 我们也可以多多关注走一波啊 是故意放这儿的吗 对是故意放这儿的 普通话标准是因为我是 东北人 不会说别的方言 距离有镇上的人有多远呢 20多公里 格格离开西安了 离开西安挺长时间了 主播去那些房子里看看 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 房子里面其实没啥 我再往前给大家走走吧 月阿泉去这儿远嘛 一百多公里 电影里看过是吧 是不是看过电影里的这个风光 旁边这个车子都是真的 怪兽天天都在这儿啊 我们这儿天还亮的 我们这儿在甘肃九泉的阿富汗 这边天还是亮的还有大太阳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太阳 看到没 太阳还没落山啊 你们那儿天都黑了 九层妖塔的拍摄地 这里面没有旅店 独人区这儿应该是在这儿拍的 这边拍过西风链 谢谢弗莱喜德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真有年代感啊 我真喜欢 还真的有人喜欢 对就是九层妖塔的场景 东北话介绍一下 东北话就是这么说话 有怪兽吗 有怪兽我给你们看看 有时差 那个车能开去吗 开能开到景区的门口 开不到里面来 还加三万点赞 辛苦大家了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这啥车 旁边有个吉普车 主播不要进去啊 进不去这里啊 这里进不去 我们就在外面看一看 这个房子的话 应该是大家说的那个理发店 现在不让进 加油点赞 还差两万机 家加油哦 朋友们 我再发个福袋吧 我们这波福袋啊 然后那个 抢完了以后 哥哥就下播了 我们头像旁边的小红星 一抖壁可以点一个灯牌 再抢最后一波福袋 点个灯牌去抢一个福袋啊 这边的话都是摄影基地 所以加油 加油点赞 我们努力点赞到四十万 然后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 点一个灯牌去抢一个福袋 成为各个粉丝团的一名成员啊 胡八一呢 你说呢 他上哪儿去了呢 到底看旁边是不是有点荒凉 这是哪个景区 我们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在这个石油小镇呢 对 谢谢朋友们 别下播也咋的 还没看够呢啊 点赞支持一下啊 我们努力把赞点到四十万啊 然后这波福袋抢完了 我们再下播 这是哪里 我们在 我们在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 晚上是不是没有人在啊 没有人 谁也不敢住这儿 你说是不 反正我直播间 现在好多人报名 说晚上想住这儿 我们大家也可以组织一批 我们来西北环线游的朋友 如果你们想感受一下晚上 我们可以拿着电棒进来 反正你们来 我是不敢来 天害了怪事要出卧了 晚上吓人 人游飞翔说晚上吓人啊 谢谢朋友们 一直在往格格点赞 就点右下角出来 小欣欣小音符这里 你敢啊 你胆子真大啊 现在有点人少了 夏天去那儿人老多了 对 玉门关就在这儿附近啊 说的没错 直播吗 现在天还没黑 对我在直播 天还没黑 天还大亮 我们在甘肃啊 你敢 又有一个敢的 点赞的宝宝都是好宝宝 你们辛苦了 去别的楼吧 这是拍戏的地方 没错 这里就是拍戏的地方啊 就是在石油小镇 屏可破 收口断 点赞不要提 是不是今天人很多 今天人还挺多的 春风不渡一门关 然后这边你还能路过阳关 西出阳关无故人 是吧 门票多少米 现在不需要门票 探险的吗 有没有一种探险的感觉 那还有车子啊 对还有车子 那就过去看看那个车子 供销社在哪儿呢 没看到供销社 旁边就有一个工厂 有一个医院 还有一个学校 路过 又一个路过的朋友 咱们有游客呢 有游客啊 那现在 现在这个游客不多 有宝藏吗 可能吧 可能会有宝藏啊 对这是哪啊 这是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一个影视基地啊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甘肃的石油小镇 鬼吹灯是在这拍的 说的没错啊 出去玩一下 你们很好 出去玩一下挺好的 这个电影的场景 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眼熟 是不是 觉得有点眼熟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 车是真的车 经绝古城吗 对 这个地方就是拍摄鬼吹灯 九层妖塔的地方 你可以专身看一下吗 可以啊 看太阳还老高呢 看到没有 看个电影啊 我想看看你后面 没问题啊 我后面那个大 那个 大公交车看到了没 立起来的那个大公交车 后面有两只大怪兽 房顶上也有 这是我身后啊 一片荒芜的感觉 下一站去哪 下一站去翡翠湖 然后我是准备在敦煌啊 再直播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翡翠湖 但是这个敦煌 最近的天气不是特别好 风特别大 还差一万点赞 朋友们辛苦了 加加油啊 然后福袋的话 还有六分钟 大家不要忘记点个灯牌 去抢一个福袋 好不好 没有人呢 没有啥人啊 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是这个 淡季啊 旅游的淡季 对面的话就是大家 知道那个礼堂 就是在这里面 但现在的话 你那已经没有啥了 都说里面有个地道 是吧 谢谢蔡灵华 感谢送来的心心啊 前面是有一个鬼屋 哎呀我的妈 你看我今天的镜头又这样 我再擦一下屏幕啊 我都不知道是因为啥 再擦一下屏幕 被风吹完了以后 上面有沙子 然后它的镜头的话 就会 就会 倒点下波辛苦了 房子在动啊 现在好了 就是镜头前面 如果 哎它又在动啊 哎特别神奇啊 镜头前面的话神奇 八千加油 八千加油啊 朋友们 家加油 美颜开的 我确实没有开啊 因为我 我这个 这个可以滑屏幕 一开完了以后 上面显示的是无 我就不知道 最近这是咋的了 你一个人在这不害怕吗 不是一个人啊 好害怕房子动了 肯定是镜像 就是这个手机 手机的人 跟这个房子没关系 你们不用害怕 宝宝们加油点呢 你一个人在那不怕吗 我 我不是一个人在这啊 旁边还有人 这个就好了 看到没 不是一个人啊 旁边还有挺多人呢 主播姐姐在哪 我现在是在这个 一个电影的拍摄地啊 忙什么没点 在哪儿呢 在九层腰塔的拍摄地 点了五百下 辛苦了 老房子绝对坚固啊 我这边厂房 好像是五几年开始建的 所以你说的坚固不 当时最宏伟的建筑吧 当时这地方确实挺繁华 确实挺繁华 这是甘肃的电影城吗 这是甘肃的 甘肃九泉的石油小镇啊 是一个拍摄基地 对我们还有三分钟 点灯牌去抢福大吧 辛苦大家了 今天帮哥哥点赞了 声音从哪来的 在上面那小怪兽的位置来的 石油小镇真的是 一夜就灭了吗 是搬走了 不是一夜就灭了 说一夜之间消失了 是说 为什么就是 忽然之间 这边全部都搬走了 这是一个你 但绝对不是消失了 你点了几千下 辛苦了 怪兽在叫 这个小怪兽在叫 立马也终于点赞到40万了 你们太辛苦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三分钟 大家去这个点灯牌 去抢福大吧 任务完成 感谢家人们 非常感谢大家 会动 会动啊 怪兽快跑了 不要害怕啊 是假的 这小怪兽插电的 还是装电池的 插电的 这是一个流区 对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九层腰塔 西风裂 这个拍摄基地嘛 所以它现在就是 属于一个影城了 格格还在播 马上下播了 这波福大抢完了 我就下播了 所以大家可以点个灯牌 去抢一个福大 然后这个格格最近一段时间 会围绕着敦煌 围绕着西北 给大家做直播 大家没关注的 我们就可以多多关注 走上一波好不好 不会的 稳稳的幸福啊 应该是不会的 但具体因为啥 咱们也不知道啊 格格明天几点播呀 我现在让风给我吹的 我都不知道 我应该几点播了 我是想今天十一点开播 到了明沙山又播不了 然后我又开车来到这 又到了下午一点多 所以明天的话 看情况吧 看风力啊 正常来讲 应该十一点钟左右开播 因为我想播晚霞 我现在想播晚霞 我再这个往前给大家去看一看啊 别下播还没看够呢 哎呀妈你们太可爱了 风今天老大了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样多大的勇气 在这个地方做直播 别的地方我觉得 我觉得地方风可能更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西风烈九层腰杂的拍摄地 里面有个古监狱遗址 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在哪 往前面走走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前面啥也没有 是的呢 一直看那个日出 没有看过日落 我就想着今天去看日落 没想到今天风特别大 蓝色大风预警 所以就没办法去给大家播了 然后明天看看吧 如果明天的话 如果明天的话 能这个天气要好的话 我就一定给大家播日落 好不好 播一下城市 城市的话 我觉得还是播这个景区 比较有特色吧 是不是啊 城市的话呢 就是都是街道 都是车 都是马路 可能就没有呢 我去看一下远处的那个太阳 还没有下山 还有一分钟 大家不要忘记去点灯牌 去抢福袋 如果还想点灯到50万 那好像点不到了 好像点不到了 因为格格马上要下坡了 我们先看一下 前面的那个太阳光还老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是黑天比较晚的地方 在8点钟黑天 除了新疆 新疆的话比这还要晚一点 你们住在哪里 我住在敦煌 住在敦煌 还有38秒 点灯牌去抢福袋 下坡吃饭了 下坡我要开回去 还有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去吃饭 所以其实来这边 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来大家 来大家感受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害怕 哎妈 吓我一跳 他都是假的 谢谢送来的点赞 然后这两天 我们就给大家换换口味吧 再给大家去直播 这个户外的风光 好不好 所以大家没关注的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 走上一波 明天还有12秒 11秒 大家去点灯牌 格格准备在这过夜吗 我哪改啊 吸吸力 马上就下播了 我真的不敢在这 那个过夜 我这一天了 这大风小孩把我吹了 旅游在哪住啊 我在敦煌住的 然后从敦煌开车过来的话呢 我们开车 哎呀 正好了 正好了啊 我们抢完了 不怕不怕啊 神经比较大 我跟大家见个面啊 等我一下 哈喽朋友们 这两天我被吹惨了 所以就没有原来那么白了 现在已经被吹黑了 哎我去 这风啊 不是一般的大 然后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啊 再次感谢大家啊 谢谢大嘴 感谢灵儿 谢谢我随风哥 随风哥最近有时间可以来我直播间看看美丽的大沙漠 感谢真优美 谢谢毛毛 谢谢我的吸吸力 感谢凤凰念盘 谢谢首席执行官 感谢郭峰 谢谢老娘 谢谢独宠乌兰 感谢卫衣 谢谢好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 你们辛苦了 因为今天答应大家要去看沙漠 但实在没办法 这边的风太大 大家也看到我今天一天被风吹成啥样 然后今天的话也给大家看到天气预报 我们这边的话七到八级的这个大风 所以去沙漠的话 估计眼睛都睁不开 实在没办法 直播只能选择一个周边的地方 又不能开的太远啊 又不能开的太远 所以就在这边给大家直播两天 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网红的打卡基地 在这边去拍过一些电影的地方 叫做石油小镇啊 已经直播间吓你一跳了 不要害怕啊 眼睛红是被风吹的 今天风超级大 戴着墨镜又阴天又看不见屏幕 所以没办法了 就只能这样了啊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格格要下播了 谢谢大家 明天的话 我们就还是十一点开播吧 如果说要是风大的话 我会选择去嘉育官给大家做直播 如果风不大的话 我们就去看这个沙漠上面 去看陀队 去看美丽的大沙漠上的一帮清泉 我们去沙漠上面去看这个日落 好不好 所以大家没关注的 我们再多多关注 头像旁边的小红星 也不要忘记点个灯牌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走个下播了 我们就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晚安 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文艺